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好 就是今天覺得很興奮這樣子 然後我簡單的說就是 我特別問委員說 我問委員秘書 要不要請副校長來 要不要請院長來 要不要請謝父來 可是我得到答案是說 我上去中山國小的時候 校長也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委員事實上是一個 想法跟我們就是說 想法非常正式 就是說那不只是在他的代理處事上面 事實上他對我們國家產業的發展 還有說這個政府 這個依化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都非常他自己讀到的見解 那尤其是說我們在唐克 所強調的這個數位時代的 經營的策略裡面 我想很多東西都會跟委員 他現在目前他所主張的一些事物 有關係這樣子 那所以說呢 我也問了委員的秘書說 我要怎麼介紹委員呢 除了看Wikipedia之外 就是說那我得到答案 就是說讓他們自己問 所以說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個唐鳳委員他是誰 那他的主張見戶是什麼 那當然如果各位還有需要 進一部分資料的話 那我們就按照委員他的習慣的說法 就讓大家自己問就好了 好 那個想要拍照的同學 所以待會兒會有休息時間 就是說大家也不要緊張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會全程錄影 我想說主角跟各位提到 那就是說所以說 那個各位如果不想被錄到 如果真的話 就是說你們可以想辦法測身 就是說或是在面具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式這樣子 那就是說 或者說你名字不想被聽到的話 你就不要報名字 就是說我想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我們最後會放在YouTube上面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也想做YouTube的明星的話 那也可以到前面來做記憶點這樣子 對啊 好 那我想說我就不再多說 那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唐鳳唐委員 謝謝 謝謝老師的介紹 然後大家好 可以叫我唐鳳也可以 我可以叫Au 我的演講其實一向都是同樣的一個formant 就是說我不會有特定的簡報 那如果大家現在有戴手機 或者有戴電腦的話 可以連到這個網站 slido.com slido.com 那這個網站進去之後呢 它是會問你一個數字 那所謂的event code 那這個數字就是今天的日期 就是0102有人偷跑 這個已經問了問題了 對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它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這個聊天室呢 它預設是匿名的 所以其實不會出現剛剛老師講的那個入境的問題 就是我通常呢 這個聊天室如果是把它設定成一定要具名 或一定要舉手的話 大家提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那但是呢可以匿名的話呢 才會真正比較有挑戰性的比較深入的討論 所以大家事實上是可以匿名的提出 大家任何想要我講的 那我就是按照大家提的這個順序 來回答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呢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就在slido.com 輸入0102進去之後 你在那個問題的右邊按一個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 它就會浮到越上面 那也就是說如果某一個問題 還有10個人按讚 那我等於我優先回答那個問題 我就等於回答了10個人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情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在不打斷我的情況下 大家盡量的聊天 那最新的問題也會冒在這個畫面的底下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已經有一個讚了 那所以接下來的整個時間 我們時間結構大概這樣 就現在7點了 那大概到接近8點左右 那我們看問題的這個數量 然後我們就會暫時break 可能15到20分鐘 然後那當然如果有人想要提早break 或者之類的話 也要隨時歡迎在上面反應 那如果剛好沒有帶手機 雖然不太可能 或者是連不上網路的話 那也要隨時歡迎 就是舉手或者不舉手 就直接發問 我們在任何一個問題裡面 我們都可以直接的做這個對話 那在break回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回到第二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同樣的道理 也可以是在休息時間 大家想到更進一步的問題的時候 直接po上去 那po上去之後 就會變成第二個階段的 討論的這個話題 那我們就會一直到上面 完全沒有問題為止 那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提早下課 不過這件事情 還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應該也不會在這裡發生 好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已經有四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在治理於公務人員的數位落差 那我的挫折感是怎麼樣 這裡想要先講一下 就是我是數位政委 那數位政委他的工作 其實是相當的多元的 包含辦一些活動 但是這不是我今天要說的 包含楊貓咪 對 好 這裡 這是我們最近的這個共識營裡面 我們大概二十幾位同仁 在我們的院裡面的 叫做公共數位創新空間PILIS 所凝舉出來的大家 對於我們數位政委 辦公室想要做的事情 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那這個便利貼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價值 它是放在中間 然後呢 在不違反這個價值的情況下 我們還會做第二件事情 就放在左邊 然後呢 在不違反這兩個的情況下 我們會用數位的方式 讓公務員的作業流程更輕鬆 這個是放在右邊 那在這三大的價值的前提底下 我們會另外做兩件事情 就是推廣數位服務的價值 跟讓公務員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但這兩個呢 是從屬於中間的這三個價值的 也就是說 不管大家從外面看起來 我做了哪些事情 外面的都是這些綠色的部分 待會我會大致的講一遍 它都是為了反映到中間的這些核心價值 所以好比想說像數位落差 剛剛講到的是說 讓公務員的作業流程更輕鬆 更推廣數位服務的價值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大概兩個 一個是說我們用數位服務來改善公務流程 那另外一個就是改善政府 提供給人民的數位體驗 那右邊的這個就是我們對內的嘛 那底下的這個就是我們對外的 那我舉一些很實際的例子 舉例來講說 我們剛進行政院的時候 我就仔細在院裡面用自由軟體 加了一套系統 它當然是免費的 但是自由軟體的意思是說 它的儲物權是 財產權是拋棄的 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進行修改 那這套軟體叫做Sandstorm 就是我們中文把它翻成殺菊雲 那殺菊雲是怎麼樣的一套軟體呢 它就是把我們 大家可能有用過Google Doc 或者是有用過 就是一些線上的合作的一些Dropbox啊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一些試算表啊 或者像這種是聊天室啊 Line啊這些工具 那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呢 其實第一個 這些工具它是非常分散的 就是說可能大家工作的時候 聊天是用Line 但是呢文件呢可能是放在Dropbox裡面 那但是有些部門不是用Dropbox 它是用什麼華碩雲端系統之類的 那但是呢 如果是要一起去做一個 試算表格的簽合的流程的話 那又是在完全另外一套系統 那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一方面是說 這些東西彼此沒有辦法無通 那二方面是說 我們也不知道哪一些 在資安上面是比較沒有疑慮的 哪些在資安上面是比較OK的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每一個的 呈犯的業務人 他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去用他手的那條系統 當他吊死之後呢 交接也不太知道怎麼交接 他學到的或者累積到的這些文件 下一個程度來 他可能熟悉的是 完全另外一個廠商的系統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非常難去做這個累積的工作 那這套系統 SenseStone的一個好處 就是它全部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它因為全部都是自由軟體嘛 它沒有任何授權費的問題 所以我一醒來呢 就是做一個看盤的這個工作 我們會把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各個PITES的同仁 所有做的事情 都集中在這個單一的這個看盤的 這個系統上面 這個他可能要露一段時間 可能是網路連線的速度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想要養成一個文化 叫做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正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都不怕讓其他人知道 那這件事情它的體現就是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的在院內開的每一場會議 我們所有的整天在那邊聊天 我們在規劃各種東西 甚至我們在一起訂便當 這邊會有一個行政院附近的一些 等等這些系統 這些系統它全部都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露不出來 所以不要再醉 可能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SenseStone的 網頁 它可以養成一種習慣 就是說所有的東西 它都是在同一個單一的內部系統裡面 大家平常分享檔案 就用這種方式分享檔案 大家平常每一個人正在做什麼事情 它就把正在做事情從我們可能可以做的 這個準備要做的 正在做的跟已經做好的 那每一件事情它目前是誰在做 然後做到什麼程度 它都在上面直接進行關卡 那已經做好的我們就每個禮拜 禮拜一的時候把已經做好的卡片 從左邊挪到右邊等等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這些東西因為是整合在同樣的一個工作區 所以一個人他在交接 或者是他在新來這個工作的時候 他所有看到的系統裡面的狀態 都是在這些畫面上的 而不是在承判人的腦裡的 那而且他也不需要再去 重新去跟資安處說 那我們要重新測試這套 終於露出來了 那我們重新測試這套系統 因為它整套系統的底層 是我們的資安處請一些 得了國際比賽 又被總統接見的那些白帽駭客 試著去攻打 然後這個沒有打下來的 所以應該還算是蠻安全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 立刻就可以看到說 我其實不用警官公室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每個同事 現在正在做哪些事情 那又因為我沒有接觸機密 所以我隨時秀出這個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像我們的網站改版 我現在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現在工作的 完成的項目是什麼 現在還差在哪裡等等 然後我也可以在右邊 立刻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每個人 又各自做了什麼事情 還有什麼卡住的部分等等 所以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他不需要經過特定的人 他也不需要經過特定的人的腦裡的知識 那大家養成這種 我工作到一半就丟上來的習慣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他本來就不用特別去 train任何特別的一套系統 那這個Senseform系統 包含我們讓各部會 大概三十幾個部會 各自派了一些中子學員 那我們就是在上面一個叫做 Rocket Chat的一個聊天室 我們就是隨時都在上面進行 跨部門的協同合作 所以在以前呢 就是每個部門 他可能各自管各自的事情 他其實東西卡住 他知道別的部分 也許可以幫忙解決 他也沒有辦法寫一封Email 給全行政員說 有誰剛好懂這方面的東西 那因為這事實上 其實會被覺得是很root 因為Email不是這樣子用的 那我們其實本來的溝通方式 其實很多都是沿著當時電話時代 或者是信件書面公文時代的做法 所以一個公文 你如果copy這個上上下下全部的人的話 基本上他是被當作是比較root的行為 但是隨著我們在Senseform這樣的平台上面 就有點像是大家在玩Facebook 或者在玩Twitter的時候 你可以就隨便投一個出來說 有沒有人懂這個東西 大家來幫幫忙吧 那這個叫reply optional 就是說有人要回應的時候 他就想要回應就可以回應 但如果不回應也不會感到壓力 所以這是一體兩面 Working out loud就是說 我平常就大概知道 每個其他人在做什麼 其實跟我沒關係 那reply optional是說 這個人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我想要幫忙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組成一個小組 我也不需要再經過 我的主管的簽合 或者他的主管的簽合 所以這是維京院裡 就有做了一個數位服務 那當然我們有到台北市資訊局 有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其他地方 去做培訓跟教學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工作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公視營的時候 這邊本來是實現的 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它就變成虛線了 就是我們發現說 有一些部會 它不一定非常適合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大家都可以想到 是好像說國防啊 外交啊 陸委會啊 可能他們就沒有那麼喜歡說 他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讓所有其他部會知道 那可能因為一些敏感 或者是一些別的關係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其實是不會應推 我們不會積極的去跟部位行銷 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 院者上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 當一個部會 或者是一個地方政府 他們覺得這一套東西 對他們有點用 或甚至是說 不是這整套裡面 能夠一個工具對它有點用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來跟我們討論 那但是如果他們 從頭到尾都覺得說 我們實在很不適合導入 這樣子的部會轉換的系統的話 我們是絕對不會應取下命令的 所以這是我對自己的工作的一個定位 那為什麼呢 當然是因為這張紅色的卡片 就是應推 然後工具 不適合的時候會反彈 像我們以後會研發出 更適合的工具的時候 它就已經不理我們了 所以我們寧可去用一個 院者上鉤的方式 來推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 對於數位落差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將法 那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完全沒有挫折感 我如果要應推的話 我才會有挫折感 但是我先適合這套做法 大家都覺得不錯 每個部會都有三四個人 現在其實已經很熟練這套做法 那他們發現好用 就會來說 那我們在積極的導入 或者是哪個系統導入 但他們用一用 如果發現說 其實跟我們是部會的mission 其實不是很適合 他們就不來找我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們 所以這樣的話是沒有挫折感的 所以是 這是目前我在原理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情況 台灣的數位支付 嚴重落後 政府有什麼具體的對策 我想數位支付 我這裡猜一下 它是行動支付的意思 不是電子支付的意思 電子支付基本上就是 你不用現金就交電子支付 那其實台灣 不管你刷悠遊卡 或者刷信用卡 之類的 那個部分其實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或轉賬之類 但是行動支付 確實 它目前的這個導入的比率 並不是非常的高 一部分的原因當然是因為說 行動支付 我們實際現在使用的體驗 不管我現在用Apple Pay 或者Sansung Pay Line Pay Android Pay 隨便什麼 它比起現在的悠遊卡 或者其他的電子支付的方式 其實 如果你這邊花三秒鐘的話 你這邊可能要花四秒鐘 它的體驗並沒有比較好 然後二方面是說 雖然有很多促銷 很多折迦券之類 但是傳說中的 用行動支付 因此就可以結合你的消費者習慣 主動給你一些你需要的這個 所謂的大數據推薦分析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並沒有非常的attractive 並沒有非常欣賞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的上一代的 就是電子支付的這部分的體驗 已經做到還不錯了 或甚至更上一代現金好了 到處都有ATM 然後提出來的紙鈔 或是你在平常交換的紙鈔 它是微鈔的機率 也不大 所以前兩代的使用品體驗都還不錯 所以行動支付 它必須要顯著的比這兩個好 大家才會去用 所以我們在院裡面開會 我有時候也會開玩笑說 我們如果現在就把便利商店 都禁止他們設置替換機 然後我們就宣告半年之內 不去抓偽鈔的犯人 這樣的話保證行動支付半年之內 這個penetration rate 就變得非常高 因為有一些非洲國家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非洲國家 他們微超猖獗 然後很難取得獻金 那所以反而行動支付 或甚至僵硬或比 就變成是幾乎不得不去選用的方法 但台灣因為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也不需要這麼快速的去解決 那所以我自己對於技術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不是說技術來了 然後社會就一定要去好像說瘋狂的 像旅鼠一樣的去用到一些特定的技術 那我尤其不喜歡說 罵某一個技術的使用率 當作好像考國文考數學什麼 把國家排在一起 不管它社會狀況怎麼樣 然後就好像考第一名考第二名 這樣子去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是技術去決定社會的組成狀態的架設 我覺得相反的應該是社會去要求技術 去滿足一些社會需要做的事情 那目前呢 我們也剛三度通過一個叫做 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簡稱金融殺害的這樣一個條例 那這個條例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覺得說 有某個新的金融創新 那不管是你運用區塊鏈也好 或者是你運用某種新的行動支付方式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像銀行不是銀行 像正確不像正確的 反正總之本來儘管會不會管的事情 但是呢你只要把這個計劃寫清楚 金融會就答應六個月 一年最多三年不來罰你 而且不但不來罰你 如果你在這個中間 你覺得有某些法規命令 不是法律 某些法規命令也會卡到你 那政府呢 這個金融會幫你去協調 去說經濟部啊 或者是其他的別的部會 它主管的這些法規命令 它在你的實驗期間 它也不來罰你 所以是一個有系統的違法 那在這個有系統的違法的時間裡面 六個月 一年或者兩年 那這個時間裡面呢 你就是最基本的小寶啊 子安啊 這些當然還是要注意 那但是重點就是說 它是用社會裡面一小群人 能夠搶先體驗這個技術 可能測一下水溫 然後後來發現說 這對社會到底是不是比較好事 那這個決定就不是 今晚會自己決定 也不是業者 誰能夠買最大的廣告就決定 而是所有關心這件事情的 實際有體驗的人 共同去決定 那決定完之後 如果決定這是一個壞主義 那當然對不起 就寫到無歸 但是幫整個社會付了學費嘛 那但是呢 如果最後大家看了這些事 出的數據或什麼 覺得這是一個好主義 那這樣子的話 從管制機關來講 它就從管制變成一個 陪伴的一個角色 等於是說 民間去引領我們的創新 那這樣子 既然整個社會都覺得 這是一個好主義 立法院也沒有黨的必要 金管會也沒有黨的必要 金管會也沒有黨的必要 所有人都可以花個半年 預告一下 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新的行業 變成一種新的可行的方案 而且在實驗的過程裡面 我們叫做regulation technology reg tech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驗證 這個fintech 它是可以管的 這個reg tech 也可以因此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能半年這邊發揮一條事 這邊的這個新創半年去集資 那半年之後 我們就又多了一種新的業態 然後歷史又翻多了一億 所以台灣是 應該是第一個成文法國家 去通過這樣子的一個金融沙河 那在這個金融沙河的概念裡面 我們接下來 大概過一兩個月 我們會提出另外一個 叫無人載具的沙河 為什麼叫無人載具 就是說 它可能不只是自駕車 它可能開一開就飛起來了 或者是 它這個是一艘船 但是它又可以是兩棲的等等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去區分陸海空 但是呢 我們會覺得說 這種可能是移動型的人工智慧 甚至一種新的生物 我們如果一開始就是 好比上一些特許的情況下 讓它高速行駛之類的 那社會其實沒有時間去 跟它彼此失明 但是我們如果是按照每個地方 實際的需要 好比像說如果它是大都會人 比較急 它也許從無人三輪車開始 那某些可能長度運輸 它可能是從無人的獲勝開始等等 那所以不同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有不同的創新實驗 同樣的道理 它先用時速比較慢的情況下 讓大家習慣 然後大家花了六個月 花了一年 那如果最後覺得 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我們就可以放鬆管制 然後就變成一種新的情況 那如果在這個中間 整個社會對它有相當多的疑問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下一個實驗 它一定要先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才會讓它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的修辭 就是說 是讓實驗 創新實驗 帶領者法規去創新 我覺得這樣的修辭 是對整個社會的 各個利益關係方 都比較好的 如果我們現在是在說 嚴重領先 或者嚴重落後 但事實上 只是拿著單一技術的 Adoption 那可能就會發生像 我現在很想取YMX這個例子 但是我先想到這個例子 就是你在流行我一個技術的時候 大家以我方去做 但是那個技術 後來發現不是好主意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整個社會 它會付出更大的一個成本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一些 具體的一個想法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對於新創的育成 目前政府做得怎麼樣 有什麼改善的空間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現在想到新創 大家想到的可能比較是start up 就是說從零到一的 從完全沒有 然後你想到一個新的主意 然後從sit around 開始去集資之類 那當時我在剛進內閣的時候 當時就是吳正東老師 有跟我溝通一個概念 就是說他覺得如果說是創新的 或者新創的這個產業 很多時候他會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他會去挑跟社會 可能是特別disruptive的一些題目 特別有擾亂性的一些題目 就是說他可能想到 顛覆整個產業的題目 那這種狀況當然做得好的 可能像Uber他 他可能一下就可以吸到相當多的資金 那但是呢 有些時候會發現說 你要解決的其實並不是實際的問題 或是你要解決真的是實際問題 所以他造成更多不利的外部型 那這種情況下 你要創出一個完全新的產業 這件事情不一定是 我們最需要去鼓勵的東西 那他比較在意的是什麼呢 是產業創新 就是說是現有的產業 但是我們在裡面試著去找到 好像你融合AI 或者是你融合一些新的 之前大家都沒有想過 可以用在這裡的技術 然後把它做我們叫做數位轉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讓它變成一種新的產業 那後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產業創新的部分 是我自己就是在工作裡面 比較有接觸到的部分 那完全的從0到1的startup也是有 但是它都是在這個社會創新的這個領廠裡面去做的 那社會創新是怎麼樣一種概念 社會創新是 如果我們現在覺得社會上面有一些不平等 或者是不正義 或者是一些總是一些社會問題 然後想要解決 那以前政府看這些狀況其實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開一些輔助案啊 然後找一些NGO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廠商啊 然後它能夠執行到某個程度 然後或者是一些安全網啊 這些概念 這些概念都很重要 可是這些概念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其實它可能有一些社會上的影響力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受影響 但它不會衝擊到我們對社會的一些基本的這個架設 那我們就舉另外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像這個 這個他們是最近用群眾集資才剛開始摸到第一筆錢的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案子 叫做天賦城市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因為它是整個社會創新的很多不同的公司的生態系 一起做出來的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它的對象是接賣者 那接賣者大家可能都有見過 就是會賣一些衛生紙或者是一些可想堂的在路邊的一些朋友們 那很多是生長的朋友們 那這些朋友們當然你可能第一次經過會賣嘛 原來是到第五次經過的時候 可能真的不太需要衛生紙或可想堂了 而且另外就是說 它跟你的對應可能是比較窄的 就是說它可能會說先生小姐行行好之類 可是等到經過第五次 你還是不知道它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然後可能心裡會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也沒有辦法消失 所以總之 它這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很固定的社會框架的一部分 那這個案子的想法是說 他們是一群做設計的年輕人 那他們去用服務設計的這個角度 實際的去跟這些接賣者去進行訪談 那他們訪談的結果就是去找出說 社會上可以進行社會創新的幾個點 那這三個點當然大家都二手拿下嘛 第一個是說 很多人會覺得他們是被黑道控制的 或者是普遍的總是不太信任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身心受限不善表達 所以它的形象一直不是很姓名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同樣都會神經人口 我想他們在隔壁的便利商店可能賣得更便宜 所以其實從各種角度來看 都沒有跟他們發生 就是營業關係的這個吸引力 那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他們首先結合一家社會企業 去幫忙去做生活照顧跟職能訓練 然後穿著很professional的T恤之類 然後再去找一個專門去做輔具的社會企業 去幫忙去做這一輛輪椅 或者大的接賣車的一個改造 那改造的過程裡面 就讓它的形象可以變得比較親民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去跟台北市或其他 未來其他縣社政府去找說 到底有什麼需求是實際他們可以提供的 不管是就是你需要Wi-Fi的時候 它可以是一個愛台灣的熱點 或者是說你手機沒電的時候可以充電 或者說下雨的時候可以有愛心傘 或者是附近有什麼活動的時候可以幫忙導覽 或者賣一些公平貿易的產品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就讓它變成是說 以後我們看它的方式就不是 它好像很弱勢就是需要政府撥錢來幫忙 而說它在整個社會的狀態裡面 它是一個可以提供幫助的一個 首先向下而不是向上的這件事情 那他們的business model除了集資之外 當然他們也好像現在有三四家企業 每個捐了十萬 那這個其實不是捐嘛 就是投資了十萬 那十萬換一輛車嘛 那上面就可以用LCD去輪播 這家企業一些形象廣告啊 或者是專門去carry他們的一些產品等等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我們把它叫做社會創新的原因 就是說它有一個很明確的社會使命 這個社會使命就是翻轉 它對於某些特定弱勢者的想法 那它又有一個商業模式 這三個是剛剛講的 然後它最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一個完全從零到一的 那個star好像也不是 因為這些都是已經run相當多年的一些社會企業 所以不如是說他們在各自的產業裡面 想到一個透過社會創新去翻轉的一個做法 那就是剛剛說的產業創新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呢這個當然不是單一的這個就是 不是單一的市政府 也不是單一的中央政府能夠做到的 這個是必須要是這個stakeholder 就是這個利益相關者的團隊 他們自己去identify說 我們有這些需求 然後我們找到旁邊這些資源 然後大家一起去把它這樣做到 所以我自己現在主要的工作在創新方面 就是在台北市的空總 它是這裡 就是以前的空總 那空總創新園區嘛 它現在在建國花市浴室在一邊 那它另外一側就是撞到東路的一個巷子 我們有另外一個自己的出入口 那現在叫做social innovation lab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在上面就是大家就會看到各種各樣 剛剛提到的這些社會創新的團隊 他們不管是在台北還是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都會在那邊有一個presence 就是有不管是虛擬還是實體的進駐 那我自己在這邊提供的服務 就是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但是今天例外 因為今天來這邊演講 一般的來講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都在空總 所以這就算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任何人對社創有任何想法 他基本上就是來 那來我一樣錄影的比方做上 然後會做成竹子稿 那竹子稿會 大家編輯十天之後就整個上網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慢慢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台灣之前有各種社創的想法 但是沒有辦法做成一個生態系的這個 就可以慢慢一點點把它這樣評測出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做這樣子的產業 透過社會創新來翻轉的這個想法 其實你在路上隨便找一個人問 按照聯合報告的冤警工程 跟新戰銀行的統計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會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 可是能講得出一個商業模式的人 可能五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 所以這兩個是有非常大的落差 這叫做不明覺力 就是雖然不太明白 但覺得很厲害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提升各地對於這樣子的模式的一個認知度 那當然中秋節他們有做很多禮盒 跟福倫社一起做這個福氣包 那一打開它可能就是十幾個不同的社會創新的模式 那當然你可能最關注的可能裡面只有一兩個 但是這樣很好 因為社會企業它就是一個大散 那在裡面的特定的兩個創新模式 你感興趣之後就可以進一步的去跟它產生更多的關係 所以我想這個是目前就是我自己對於創新 或者對於育成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政府應該更不要把 不管是初創或者把所謂的輕創或者是 就是不要特別前面加一個限制性的名詞 然後後面加創業 我覺得我們在社創的模式裡面看到 比較會成功的或比較最後做出一個規模的 都是剛剛講的 它是跨領域的 是跨時代的 它是跨各種不同的Stateholder Group的 這個情況下才比較真的能夠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我接下來的工作裡面很大一部分就是 讓所有跟這個相關的部會 大概十一個不同的部會 他們每兩個禮拜就在空中聚會 然後就實際去面對 好比像說我每兩個禮拜會到雲家 到台中 到高雄 到花東 各個不同的地方去看當地的社會企業 然後他們碰到什麼問題 我們這十幾個部會等於是圓端備詢 然後直接幫他們解決 解決過程同樣也組織放在網路上 然後慢慢就讓大家看到說 這些模式其實在台灣的某些地方 有釋出來而且是可行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般的預程的概念 但是這個比較是說 這些人在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幫這些人解決問題 大概這樣的概念 大部分改成的空間其實都是跨部會的 所以地方政府跨局處到底要怎麼樣彼此之間互通生死 但是這件事情我想我們透過內部的這些team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溝通的模式 目前是已經做出一些實際的成果 我來了 有一位 有據名李俊峰同學 是是 哈囉哈囉 他說對於未來 例如AI大數據 或者其他更先進的技術 哪一項是會來提早推行的 規劃或者想是以三年五年 或者是十年來做思考 非常好的問題 有要補充嗎 那時候我就直接回答 直接回答 直接回答 其實我覺得先進技術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就非常的複雜 等一下 其實我覺得先進技術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做政策規劃的最標準的一個開頭 就是說 我們每次碰到一個先進技術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說台灣是非常適合發展這個東西 然後呢 當然確實也是 因為台灣 我覺得台灣的地形是台灣的最不公平的一個優勢 就是說我們因為地形長這樣 所以每次有一個新的技術出現 尤其是它跟網路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讓官僚的普及率到每個偏向 或者是說 我們因為大家非常重視教育 所以我們在國民教育裡面 甚至我們用特別預算 去讓這個第一線的教育的地方 或者衛生所這些地方 都能夠去deploy最先進的技術 這件事情 基本上沒有任何立法委員會有意見 所以每一次 當我們是說這種叫做普惠 就是digital inclusion的這個概念 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太需要考慮 像很多其他地理環境跟台灣不一樣的國家 去說我們會不會更進一步的造成數位的鴻垢 或者會讓城鄉的差距進一步會拉大 我們就可以直接說 就是寬憑是human rights 是人權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你有這個高速運算的資源是人權 或者是說我們在十二年國教階段 要能夠用AI融入教學 自通訊或者是媒體素養融入教學 是這個人權之類的 就是說我們講出這個口號 到我們實際落實到的課堂裡 然後到第一線的小孩能夠碰到 通常只需要過一年或者兩年的時間 但是浮雲比較遼闊的國家 當他們說這個數位普惠 或者寬憑人權的時候 好比像說我之前去蒙古國的時候 他們的定義是說 可能你要起碼在三天之內 能夠碰得到寬憑上網的地方 他們就算達成了KPI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地理環境跟其他地方的地理環境 是相當相當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很容易在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就達到一個比較是普惠的這個情況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說AI的時候 在尤其是我們現在常常打交道的一些 亞洲的這個特別東南亞的一些國家 他們的Vertical 就是他們的很多的垂直的產業鏈 並沒有像這個上面畫的氣球那麼多個 他們可能就是一兩個 那在這一兩個裡面也許或Fintech或什麼 也許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就會變成說他們看到所謂的全新的科技 AI Deep Learning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會去特別去吸收 跟那一兩個Vertical有關係的部分 然後它發展成一些套裝的 他們可以輸出的Solution 但在台灣呢 因為我們差不多每一個Vertical 不敢說都做到全亞洲最好 當然也沒有啦 但是也都有做 而且都做得還不錯 所以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很容易的去做到跨領域的創造 那跨領域的創造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做的 即使是有很多不同的Vertical 如果沒有完整的言論自由 如果做的事情可能動搖政權的時候 就會被請去惡查或之類的話 那所謂的公民科技 所謂的跨領域創造 有些地方真的是比較難做 他們就只能卡在就是政府 特別畫給他的三四個Slot裡面去做 但在台灣呢 我們動不動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好比上說 監察院目前還沒有開放這個 立委的這個政治獻金的戲目 然後就會有人去監察院整批影音出來 然後切成一個一個小方格 然後大家就用手機 在那邊整天去幫忙做辨識 然後到最後就做出一個專題 那這樣子莫名其妙的 就一下就可以動員一萬人 兩萬人三萬人之類 所以就是說 我們從民間的這種 無組織的組織的這種 公民科技的這種力量 它是能夠去結合我們這邊 所有的這些不同的Vertical 就是說像我之前在的那個社群 就是臨時政府G0V G0V有一個特色 為什麼叫G0V呢 就是我們覺得政府應該有一個網站 但是政府沒有這個網站 或政府應該要提供這個服務 但是沒有提供這個服務的時候 因為政府的網站後面都是GOV G0V.tw 所以我們就會弄一個G0V.tw 那意思就是說政府應該做的 但是民間就先做做看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O換成0 那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去用搜尋引擎去找 就是把政府網站那個O換成一個0 就是0的轉移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入G0V相應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政府 好比上說現在大家都很關心說 PM2.5它到底是哪裡來的 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古靈污染源 哪些是境外的等等 那但是因為環保暑 目前測戰的數量就是還有限嘛 那所以那在大家 這個我們新一期的這個測戰 或者過產的PM2.5能夠產業的話之前 民間就已經自己用所謂的空氣盒子 或者其他的方式自己在自己家裡 或者自己在小學各個不同的地方 用把它叫做教局的這樣的方式 自己去做出量測 那我覺得台灣特別好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覺得說 我們就覺得說這跟政府沒有關係 或要去查金或者要去查水表之類的 都沒有這個問題 某些臨近的國家真的有這個問題 那在我們這邊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把它放到叫做公共民生物聯網裡面 我們會去跟中研院或其他的老師們 一起合作去把民間自己搜集的資料 跟政府採出的資料 看能不能用某種方式去讓它接軌 然後大家盡快的去找出說 那污染到底是哪裡來的 然後去做出一些模型 那同樣道理就是說 然後譬如說中央政府的預算 相當的難讓人理解 那但是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按照正視別 按照主管單位別 然後又或者是這個 可能有一些鳥看圖之類的 就能夠一下子就可以知道 說每個部會它相應的東西 而且還可以換算成9000支iPhone5 這個表示這個網站有點年紀了 你可以看用它的單位 就可以知道它的年紀 但是同樣道理就是說 像這種民間自行跨領域做出來的網站 那同樣道理因為我們拋棄著作權嘛 所以像台北市要做參與選預算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拿去用 那拿去用之後呢 它就變成官方網站的一部分 然後台北市就可以看到說 它也做了一個預算 那目前大概有六個不同的建設 都已經在用這樣子的做法做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個人他可以挑 它關心的那一個部分 然後對那一個部分做展開 它比如說你覺得旁邊社群要改一個公園 你很關心那個公園 那你就針對公務局的那一個主管的預算 然後在上面就可以展開線幕 然後甚至它裡面有留言板 那台北市就是在上線的時候 就是任何人的留言 它就讓各局處的人直接上來回答 你也不用經過禮藏或者是市議會 它變成一個大家討論的這個空間 所以我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當每個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重點並不是政府好像什麼都懂 然後政府去規劃說民間三年之後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一定要去做什麼 政府做的事情是說盡可能的把這個技術 我們叫做拋磚引魚 就是說我們自己試著 讓我們在公務的推行當中 我們引入這些技術 引入了這個過程是開放的 讓民間能夠看得到 但是隨時民間有更好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就果斷放棄我們自己做 然後就讓民間來帶動 那如果民間剛好又是開放的 它本身也是著作權 它是能夠讓公務系統使用的 那我們可能在下一次採購的時候 就直接融入這個東西 變成公務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AI也好 大數據也好 或其他先進的技術也好 它都是先在社會有實際需求的 這些不同的vertical裡面去進行這個試驗 那當然台灣的好處是說 有這些不同的技術的後面的硬體 或者是一些演算法 或者是一些最基礎的這些 我們都還做得不錯 所以這個部分是硬體可以去推的 但是去完成這些不同社會上面想要滿足的需求 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讓民間去破 去破我們實際要怎麼樣deploy這些技術 如果再繼續講的話 就可以看一整張研討會 所以我們想大概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有一位朋友想說 這個對幼兒的數位教育的規劃或者想法 例如想何時接觸程式語言 很好的問題 我們先 咦 怎麼說 好 那我想問的是你認為 我們需要再這麼小就讓別說什麼 OK 就是說 那那麼小的東西是多小 然後你的幼兒是 因為我自己在變職業啦 我認為其實大概 大概其實國小教材 國小 對 那聽得到一個問題是英文 對 因為你寫成是不完全相關 但是你英文至少不能太長 是 對 所以要有點簡單的基礎 是他媽的學會 這樣化 是 我自己是八歲開始學程式 但是我一直到十三歲 才真的會講英文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一定程度是可以脫鉤啦 那但是當然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學程式到一個程度 確實很多資料是看英文比較快 但是我覺得我們以入門來講 其實中文資料現在也並不確定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說這個跟英文教育 我覺得多少可以投鉤 我想的是我自己對於城市交易 因為我入閣之前 我在十二年國家合法會 那所以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把這個跟法治交易 是有點把它看作類似的事情 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大家都要法律素養 法律素養是從小就要教的 最基本的人權對不對 那碰到了事情這個 就是國家能做什麼 人有什麼 這個最基本的權利等等 但也不是說我們讓每個小孩都跑去寫法律 不是說每個小孩 未來都要去理法院或法規會工作 那就是最後面了嘛 那所以一個好的法治國家 它的特色是說 大家都知道一些法治的一些基礎的一些原則 然後可能它對法律更有興趣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說 我往上一層我要去哪裡找資源 或者是有一些公民老師 可以解釋說 這件事情上面的法律原則是什麼 在上面它可能能夠認識一些paralegal 它可以去一些法律相關的從業人員 能夠跟它解釋做一些法律普及的教育 那在網上可能才是專業或辦專業的法律工作者 那在網上才是制定法律 或者是解釋法律的這些工作者 它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那如果這個社會我們不教公民課 我們不教法治素養 那就會變成是一大堆人都幾乎什麼都不懂 然後只有一小撮人在那邊解釋法律 那這樣的話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情況 因為其實沒有人知道 往上或往下要怎麼樣去溝通 那對我來講 其實運算思維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認為它並不是fondamental 它只是還是nice to have fun 我覺得人權教育或法治教育是fondamental 不可能有一個完全沒有法治或人權概念的過敏教育 所以它是第三語言或第四語言的主管 因為我們現在英文可能是我第二外語 然後我的語言是我第三語言 對我的問題是這樣 如果照你的說法我覺得 對但我覺得計算思維它不是一種外語 就是我不會把它當作一種外語看 我會把它當作一種code 其實法律也是一種code 就是它是組成這個社會的基本規則之一 那我覺得尤其在第一學習階段就是國小 第一二學習階段 國小一年級到四年級 它最重要的事情是除媚 就是disenchantment或dismystification 除媚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讓小孩覺得這是很神秘的 長大才會懂的東西 而是讓小孩知道說這個就是你學了就會的東西 那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接下來不管是AI不管是大數據不管這些東西 我們如果是把它供在那個桌上 然後覺得說你就是要非常專業 要學一大堆英文要學一大堆數學才能夠了解 而不是說你在學某一個每一個學門的時候 你都可以稍微好比像說會寫一些Excel的算式 或者甚至是更退一步用Scratch能夠拼一些拼圖 或者再退一步你能夠設計一些基本的 if then else的一些規則 讓你好比像說每次關門的時候燈就自動關掉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讓它能夠解決一些實際生活上的問題 那這些其實都不困難 非常非常的簡單 而且甚至不用寫程式 像堆積木一樣就可以做完了嘛 用Scratch或者用一些的拋建 那如果小孩知道說你所謂的程式設計就是這樣而已 那如果大家想要學更多 你想要知道裡面怎麼運作 你有更多可以學的 但是它並沒有任何神秘之處 每一個部分你只要問為什麼 你都可以得到解答 那這個就會跟法治教育或人權教育一樣 就是說法律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 它就是一系列的大家約定的規則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在前兩個學習階段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不會說不要學寫程式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可能這個寫程式跟大家想像的 就是你一定要學Python 學自己家家學什麼東西 是不一樣的 是說要學習這種所謂的運算思維 那這個運算思維 你不管是用堆積木 用Scratch 用什麼東西 你要它知道說原來這個螢幕上面 或者是生活當中會自己動的東西 它就是一些基本的規則組合起來的 不過我覺得大概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所謂的 自通訊教育跟媒體素養 在商業國家課綱裡面 我們不是把它排成一門課 我們是把它排成 所謂三面九項九種基本素養的其中一個 那個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透過讓老師在教學 不管是任何一科的時候 他試著在教那一科的時候 去融入說你會一點點神設計 你就可以讓你作業可以更快做完 或者是說你融入一點點神設計 就可以在網路上自動找一些資料 你融入一點點神設計 你就可以讓教學變得更有趣味 但是這個部分是融入在每一科裡 而不是說它好像學外國語一樣 你要特別拍一科去學它 但是如果它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更上面的學習階段 就是國中然後到高中 它當然可以去找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就比較像你說的外國語的部分 那太感興趣我覺得 學更多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我覺得在小學的時候重點是 不要讓太感到害怕 我們常常會小學 就一定要大家一定學某種東西 那即使是沒興趣也少害也要去學 那這樣子到最後 它可能就會產生比較麻痹經驗 就是要比方一想到未積分 就身體不舒服之類的 這樣子一種經驗 那這樣子我覺得 對這個基本素養的培養 其實不一定要好處 這以上都是一家之間 不是代表整個課發會 但是我也理解到說 像台北市教育局或一些其他地方 他們是很想要把 就是不太需要英文的 這幾本培設計移到小學去教 那我也不反對這個做法 我是覺得說 它不要破壞到學生的性群 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 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回來 就是說我覺得數位教育歸數位教育 那城市語言歸城市語言 那你有一點點寫程式的能力 它當然可以有除妹的效果 可以有數位素養 但是程式語言它進階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就是要對這個東西 自己有自發的興趣才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只有少數人能做 是任何人有一點點興趣 就可以多學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 希望你們可以答答 好 OK 那看大家 好這題 有什麼要追問的 我們就繼續 對於企業的創新 認為政府可以再做些什麼 這我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不要擋路 那 不對 因為其實之前政府的這個擋路 它是表現在方方面面的 因為我們環島 聽各種各樣的想要做創新的團隊 那很多人他就是講說 他去寫新聞某個該館的局處 或者該館的部會 問他這件事情能不能做 然後他說回了文言文 然後也沒有說能做 也沒有說不能做 但是就是說不得任意的去做 或什麼之類的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然後接下來呢 他又去問另外一個 這個被Copy到的部會 那部會就會跟他說 之前有過一個類似的個案 他們不能做 這個雖然你 這個看起來不完全一樣 不過我想你還是小心一點 比較好 但他也沒有說不能做 所以就會變成說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就在這種最基本的法尊的 這個可或不可的這種上面 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那目前就是 就是今的院長賴醫師 他剛上來的時候 他跟就是國發會美女主委 他們有一個新的法規解釋原則 這個法規解釋原則簡單來講 就是說如果本來有一個函式 說某個個案不能做 那麼你不能因為新的個案 跟這個個案有相似之處 就類推說新的個案不能做 他必須重新判斷 即使本來的函式是說同案不能做 或者不能任意為之 除非他的執法或母法 在法律層級明文說不能做 不然這個同案的函式要檢討 而且如果發現跟法的意志違背 要廢除 那所以我想這個對法的解釋原則 是滿新的 就是說他基本上就是在說 我們不能夠好像判例 這也不是判例的 因為行政做出來的 法院做出來才叫判例 行政做出來 這是一些函式的一些精神 這些精神不能夠因為過去不行 所以就直接推到現在不行 那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政府能夠做一件事情 就像setbox.r 據點台灣 他們這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會去 直接非常非常砸 什麼四文電動代步車 德國張二龍自行車上路 什麼業者同事通勤工程 是每個服務品牌 到底算不算汽車運輸業 3D電影服劇客製化教學製造 需不需要衣彩製造許可 這這些東西 可是每一個都是可能本來的法規命令 並沒有想到 它要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那以前就是這樣互相推來推去 那但是現在等於是有一個 單一收建的一個創口 那這是所謂前店後廠 這個是前店 那後廠就是國發會的法治協調中心 國發會法協 那所以這個新的pipeline 就是不要擋路的一個實際做法 就是說任何時候你只要覺得法規 可能擋到你的路 那與其去找律師 那不如直接來這邊 然後這邊會幫你去做法規的解消 那如果後來發現說 實際上確實是觸法 或是觸犯某個地方的行政命令 那他還是可以去找那個自治條例的定定的人 跟他說現在有一個新的業態了 那你是不是還是用剛剛講的 創新實驗條例或是阿核的精神 讓他在某個小範圍先試驗一下這樣 那我們實際運行的這樣子 一陣子我們就發現說 會快速的通過這樣子的 就是法規的灰色地帶解消 或者是阿核的案子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他都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 就是他是一定程度來講是社會企業 這個意思很簡單 因為你的主管機關 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實證方針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社會企業的話 比較有可能你要做的事情 跟他要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所以他幫你去解消之前的案事 心裡不會有個大 但是呢 如果你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然後從旁邊看起來 對旁邊生態系也不一定有什麼好處的話 那公務員腦裡還是會幫我起來說 這算不算圖利 就算有這個新的解釋原則在這邊 所以不是說賺錢不好 但是我是說我們實際這樣觀察幾個月下來 會比較優先的通過這樣子的法規解消的 還是他有一定程度的供應性 或者他對整個產業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只對一家公司的幫助 那在這個時候 目前就是實際上不要擋路了石頭搬走的速度 我覺得比以前快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具體政府可以做的 就是有創新的時候不要去擋創新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覺得尤其是經濟部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是說 以前的創新常常是硬體歸硬體的這邊 然後軟體或設計就是跟人比較近的歸軟體或設計的這邊 然後有點不幸的是 這兩個中心可能還有一些時代上面的差距 那報紙上很多我就不講了 所以就是說這兩邊比較難對話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各自的領域裡面 他們都太懂了 所以以至於覺得說對方可能要從ABCI來講起 那經濟部有辦一系列的活動叫做Mix台灣 目前已經辦到第三級了 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去找一個在傳統產業或引體產業很懂的 跟一個新創 但是這個新創他是已經做成一個 剛剛講的一個創新生態鏈的一個 比較軟體或服務的一個團隊 然後第三個呢 他去找一個AI的一個老師 或者是某種新的展新的科技的這個老師 然後他們三個去講說 我們怎麼用這個新的技術去結合這個 傳統跟新興的兩種不同的創新 那這個就很wor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好像是Pokemon Go 就是那個寶可夢 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就是爺爺奶奶 帶著孫子孫女去公園這個抓寶 那但是呢 其實你看不出來是哪邊在帶哪邊 因為其實雙方都有貢獻 而且雙方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看這些事情都是全新的 沒有任何一邊可以說我比你更懂 所以雙方就是各自能夠貢獻 各自有貢獻的部分 那可能中生態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幫忙開個車 一直開到14、29公里 就可以一直抓一直抓 但是重點就是說 大家是一起在了解某個新的東西 而不是好像一方已經非常了解 然後另外一方比較不了解 那我們自己看到的 很多成功的時候的創新 都是在一個新的技術 我剛剛講一個新的概念的帶領之下 然後各個不同的專長的領域的人 或者甚至別的利益關係人 一起組隊 然後做出結合他們各自的領域 的這樣子一種創新 而不是好像是說 我們就指定某一個說 這個就是台灣未來的領頭羊 他來帶起他人創新 這個好像是比較不work 所以這是目前就是政府作為一個 媒和平台社群促成的一個角色 而不是作為一個管制 或者是一個指導者的角色 這是目前的一些基本的定位 我們離開 大概還有四分鐘 如同北韓發動資安戰爭 台灣抵抗中國資安駭客戰 的能力如何 首先就是說 因為我進行政院的時候 剛剛已經講說 我不只是外部的會議 我內部的會議 我們都會錄音 然後主資稿 然後實際公開 在這個網站上 所以大家其實 只要到我們的 SayIt這個網站 就可以看到我從 對 從SayIt到Pedis 就可以看到說 我從入閣到現在的 357次會議 跟2138人開過會 一共講了85957句話 全部都在網路上 對 那其實是 這個一台電腦放得下 所以還不能叫大數據 但是已經是中等程度的數據了 但是這個 這個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我希望所有的數位政委 就是真的好幾位政委 大家都可以當政委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怎麼討論EID晶片卡 大家看到我們怎麼討論 社會企業 我們幫忙同湖南方四島 國家公園等等的這些規劃 我們全部都做成這種 叫做政策履歷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是用了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的一個窄門 就是說政府資訊公開法是說 在行政機關形成一個決策 之前的這個部分 是不應公開的 即使你決策已經做出來 你從決策開始的那一點 之後才需要公開 因為大家要監督嘛 那決策前這種準備工作 是不應公開 但是如果它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話 那得公開值 就是你可以選擇公開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長官覺得不應公開 你覺得公開 那你的長官應 因為公務人員服務法 對 然後如果這個直書長官說不要公開 但是別的長官說要公開 你的直書長官應 對 所以我當初在勞固協商 就是在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跟院長談判的三個條件之一 是說我看到的所有的文件 我都覺得有公開的必要 那所以 所以我進來聽到每一個字 講的每一句話 只要是我當主席的會議等等 我都覺得有公開必要 即使還沒有形成決策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等於算是一個實驗性的 去用這種徹底透明的方法 去跟社會產生一個關聯 為什麼成這些呢 是因為反過來講 按照國家機密法 我任何一個系統 它只要輸入端有一個機密 它整套系統的輸出 就會變成國家機密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這個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任何跟國家機密有關的 任何 它比方說 如果來一個建 是外交部來 或國安會來 上面蓋一個密 那它是密的 或者集機密 那馬上就轉到這一位 殘食的桌上 然後我是連看都不會看到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當然很相信 我們資安處分 我們國安會 然後我們在資安的產業發展方面 我也有出一些意見 但是實際 每天在做工房的這個部分 我一無所知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那我想先這樣子 那我就 我們現在break大概 剛剛是說20分鐘 是不是 15分鐘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多5分鐘 太少 OK 好 那我們就15分回來這邊 那15分回來這邊 我們就繼續處理下半場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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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8點15 嗯 有一位也不是匿名的朋友 沒有 就在我對面 這位同學 好 嘿好 為了說這個 又到了選舉年 你的數位想法 是否會被納入政見 這種議題是討喜的議題嗎 如果不是 如何爭取 列為重點政見 如何在討好選民跟選舉支票之間取得平衡 即使這是一個攸關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 這其實有一點點落畢 因為這只四個問題 那是 哈哈哈哈 好 但是 對 一定要取勝 但是既然這個 有六個人LOTO的票嗎 我們還是整個 一次一次回答四個吧 就是 對 相當厲害 相當厲害 OK 謝謝 謝謝 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其實不管是社會創信仰 或者是所謂的開放政府也好 在上一次地方選舉的時候 其實是 沒有把這個當作爭建的 特別是六都的候選人都落選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已經叫做基本款 就是說 如果有人在上一次的這個 就是直下室選舉特別 但是也包含現實上選舉 沒有講公開透明 或者沒有講這個 他要與市拘禁 公民參與創新 什麼之類的話 好像都沒有選上市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現在是在台灣的社會來講 其實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就像 我們 好比像說以前 立法委員朝一協商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直播的 但現在自從有直播之後 不會拿一個立法委員 他的競選證件就是 我要取消直播 這個後來就不會選上 就是說 所有這些東西 它都是很難後退 當你前進了一步 大家覺得說 這就是基本款 那接下來的話 不太可能會有人把取消這個 我要更可以想當作我的證件 這個還是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不需要特別爭取 它基本上已經是 尤其是縣市上這個層級 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就是最基本的 你至少做的事情 要經得其他的檢驗 那至少要大家參與的空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盡量要捲動更多的人 來更知道市政是怎麼回事 目前我有接觸過的 你參選人跟連任的朋友們 大概都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有些會特別強調 有些沒有那麼強調 但是大概都不會覺得說 這個要在他的白皮書或證件裡面 把它拿掉 拿掉的話大概就很難選了 所以這個可能不是 不再是討喜的議題 不太可能像當時 我覺得六叔都選舉的時候 特別把這個證件 當然柯文哲市長 還有我們賴清德市長 現在是院長了 這兩個是特別把這個東西 放在他們競選證件很前面的 但是其他的也都放進去 那到了這一屆 我覺得大概大家都還是有個機會 繼續放 只是他們不會覺得說 我因此而跟其他候選人有區別 因為不管哪個政黨 現在都不會說 我唱到黑箱就做不到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用數位的方式去減少承辦人的 我剛剛講三個 第一個是減少 第一線行政承辦人的負擔 那第二個是說 透過大家集思廣義來 降低市五官的這個風險 那大家可以想出更多 有創新的點子 那第三個當然 偶爾充了一些政績 一些亮點 那我想不會有那個候選人說 我的政見就是要加重 承辦人的負擔 我的政見就是要加重 事務官的風險 我不想要用數位技術 我想要大家 現在用電腦的通通回去用紙 這之後大概是都已經做不到 所以我自己是很樂觀 就是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它並沒有任何檔態色彩 那事實上我自己是從2014年底 就開始跟行政員合作 那當時毛治委員長 他也是開放資料 然後巨量資料 群眾外包 那個也是他的 算是所謂三支件 所謂政見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哪一個黨派 會說我不要這樣子做 那差別只是在他注重的成分 有些比較強調各地的區域平衡 有些比較強調經濟發展之類 但是做法並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超過討喜了 他已經變成基本款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不用特別爭取 他已經是重點針見了 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在討好選民 跟選舉支票之間取得平衡 這個其實是真的是很serious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從討好選民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可以去開一些 大家都覺得非常有感 可能馬上就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至少解決到一個程度啦 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有些選舉支票 他其實一定會得罪一些人 所以從執政開始 可能就一個政策的最一部分 另外一個政策的最一部分 然後慢慢按大家支持 就是所謂的政治資本 就會開始用掉 那這個在代議民主裡面 基本上是常派 然後願意選市長 或者願意選總統的朋友 其實在我腦裡 都已經完全知道這個狀況 但是對我來講 其實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個 我不會去競選 然後第二個 我也完全沒有政黨 而且也不打算加入任何黨派 所以從任何角度來看 而且第三個很重要的 我做這一套我都拋棄了著作權 所以其實不只是台北市 或者是台南市或者其他六都 也不只是行政院 其實我們的網站 我們中文網站其實是很後面才 最近才開始做的 剛剛有在我們的那個看板上面看到 我們PDIS.tw的網站 其實從我入個開始一直都是英文的 但是它可以做就是自動翻譯 那有英文網站的意思 其實就表示說絕大部分在看我們 正在做的 或者是我們做的這些刻子啊 參與啊 透明啊 這些東西 我們一拍一個影片 不管是沙威嘛 或者是大火鍋 這個大火鍋的主角 剛剛在我旁邊 然後這些影片其實我們一PO上去 往往就有西班牙語的 contribution 會有英文的人自動來做翻譯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做的這一套 其實是全世界 尤其是一些市或者區層級的 像瑪德里亞 巴塞隆 倫敦 紐約 Ontario 或者是冰島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首都 等等都在做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做的工作 其實不是只是在台灣 只是台灣特別適合來試這一套 但是我們做的每一小部分 就是我們的這些 這些tracks and tools 其實都會 就是世界上都非常的關注 然後我們在接見各種記者 基本上國外的記者 一直都比國內的記者多 所以這套東西它其實不是特定的 台灣的候選的政見 它同時也是好比 像說英國共黨的Corbyn的政見 好比也是紐西蘭剛上來的那個 什麼傑斯琳的政見 它也是就是新一波的民主的政見 包含那個新的法國總統 阿卡龍的政見 裡面都有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成分 所以因為我們拋棄了著作權 那又因為我們非常不藏詞 非常會publish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 其實它我覺得不只是國家發展 它其實後面有很多外交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它甚至還不用派農人隊 就可以做技術輸出了 那技術輸出的同時 他們那邊釋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主意 他們也拋棄著作權 所以我們又可以馬上拿回來使用 所以在後面有非常多 數位外交的工作在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 對我來講是很fortunate 就是運氣很好 就是說我繼續做這一部分 我就不受國內的黨派政治的干預 因為剛剛講的第一個 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黨派的候選人 會站出來說我反對這一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尊重說 這個不是只是為了台灣做 而是為了整個民主世界在做這樣講話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這樣發展 但是又比較不需要去顧慮到 選舉指標這件事情 可以這樣 有外朋友想要知道說台灣現在被年輕人 成為歸島 那我覺得 對於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要怎麼樣去解決 我想是 我覺得就是在網路上面的各種各樣的創意 我覺得是不需要特別去解決的 就是說不管是交歸島也好 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些 我就不備了的一些 對於行政院的這個 這個創造力的這個 重新詮釋也好 我覺得那都是 都是網路的一個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說在網路上面 大家本來就會用一些 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樣的詞 然後自動用這些詞的人 就自動被當成是朋友 自動組成一個社群 這個是網路社會學上面一個 非常常見的一個情況 叫做SWIFT TRUST 就是迅速信任 SWIFT TRUST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面對面的時候 其實大家彼此傷害的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這個可能會關起來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如果只是隔著網路 隔著網路又打不到人 所以大家就比較願意彼此快速的相信 但是我們隔著網路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看不到對方細緻的表情 或看不到對方細緻的這個輪廓 你可能只能透過他的照片 跟他的文字來彼此認識 所以就會很快速的就變成說 用類似的關鍵字的人 就會很快速的結合起來 然後變成網路上的社群 然後去動員等等 所以因為網路的這種雙重thing 就是說它一部分讓大家更容易創作語言 但是二方面創作語言的過程裡面 又很難達到深度的彼此了解 因此就比較容易在一些 浮面的一些符號上面彼此聚合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會有各種各樣這種 比較自由化的用詞出現 所以我們不會把這個東西 特別當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場域的一個特色 那當然就是說有些人會在上面 開始有一些製品到一些人身攻擊 或者是說會有一些 這個很酸 叫酸民嘛 就是說他的發言就是為了取得對方的憤怒 或者取得對方的不舒服的這個注意力 那當然網路上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味道當然也是其中一個 那對我個人的當然也有很多 但是我會自己是把它看作一種精神上的按摩 就是說我如果 對 就是精神按摩 那這是怎麼講的 就是說我如果現在看到一些留言 知名道行對我有一些留言 然後我看了之後感到不舒服 那就好像按摩嘛 你會按到酸痛的一些電影 它就是這個心理這個酸痛嘛 那你要是按的太大力 當然可能這個會很不舒服 那但是因為你在網路上 另外一個特色是它是非同步的一個場域 就是說你看到 到你回應中間隔多久 是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通常就是我看到這種 讓我心裡有點不舒服的詞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去做一些對自己好的事情 好比像說聽音樂啊 或者是就泡杯茶啊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就叫認知行為之類 就是說我以後下一次再看到 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很舒服的這些聯想 我就不會想到不舒服的感覺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泡杯茶聽音樂再回來之後 我就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去回 然後沒有建設性的部分 酸的部分完全當作沒有看到 所以它可能留了一百個字 回到啊什麼之類的 那然後呢 但是裡面可能有五個字 它是有一點建設性的 那我就專門挑那五個字回 因為在網路上面回應 其實是會給旁邊的人看的 不是會給對方看的 所以旁邊的人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只有有建設性的東西 才能夠得到回應 那為什麼大家會在網路上一直酸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在真實世界裡面 沒有這個很好的園基關係啊 沒有很好的朋友啊 所以才會想要在網路上面 可以取得這種注意力嘛 但是因為網路上像剛剛講的 你沒有辦法有很深層的 長時間的關係 所以它就好像吃那個垃圾食物一樣 所以隔天你醒來還是很空虛 所以繼續算 但是從它的角度來看就是說 它只要有建設性的一兩個字 一兩句話 我就會很認真的回應 那就表示說它可以透過有建設性的貢獻 來達到長時間的關係 那這樣子就真的能夠餵飽它的肚子 就不會有這個 就是很空虛的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就可以約來空 從禮拜三來聊天啊 或者什麼 這個巡迴各地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真的去見面 那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我們自己就是做公共服務的人 不要有玻璃心啊 那不要有玻璃心 它可以透過精神按摩的方式 慢慢強化玻璃心 就是慢慢強化到一個 不會不舒服的程度 那像我自己這樣子練了一陣子下來 我現在基本上在我樓上看到任何字 我都是很舒服的感覺 那在就是心情不會受到干擾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優先解決的就是它實際的 它的個人經驗 或者它第一手的接觸的事實 這個是我們在辦公室想不到的 所以我就是很感謝它這些貢獻 然後希望它能夠多給這些貢獻 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講 要爆炸 然後他說這個 不清楚而指示難用的介面 不知所云的流程 不知道浪費多少的時間 在理解這個難用的系統 之類之類之類 好 那這個就是充滿了能量 雖然是負能量 好 那然後呢 當然這個是連署嘛 所以它就有連署人 它這已經還算客氣了 它連署人就流了很多非常非常不客氣的這個留言 一時之間充滿了負能量 對 那但是呢 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讓我們很具體的看到 他們第一手的經驗 那這是以前 可能媒體或者沒有辦法寫到那麼會聲會音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各個部會都有一個種子的team 叫做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財政部的呢 是一個專職的聯絡人叫做楊金亨 那楊金亨這位PO呢 他就立刻看到這個之後呢 他就直接提到我們這個 跨部會的這個開放政府的平台上面 說我們應該要立刻回應這個人 因為這個題目 它不像國會聯絡人是你擺平立法委員就好 或者媒體聯絡人是擺平主流媒體就好 這個是你不太可能擺平的 你他就是不是說會吵小孩有糖吃 但是你至少要要他進廚房 然後一起做東西 他才有可能比較這個負能量能夠用來發揮吧 所以這個時候楊金亨他就 首先他完全沒有玻璃型的問題 顯然也練習了很久精神按摩 他就直接上去 然後直接在那個連續平台上面 然後直接說 我們就會要來開工作坊 然後我們實際來盤點說 大家到底不舒服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請趕快踴躍報名等等 那在他這樣子回應之前的兩三天 因為剛好又碰到5月1號報稅大當機 所以我們網路上面的聲量 那個正負比 負大概是正比負大概是1比9 就是9成都是負能量 那但是呢這個金亨一上去回了之後呢 馬上反過來就變成8比2 就是都是正面的 就覺得說 他那麼有些可以貢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全程直播的 去讓所有媽的最兇的這些朋友 實際進廚房來 然後不是說給他們一個湯匙 而且大家一起做湯匙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媽的最兇的這些朋友 都是專業的設計師 專業的這個工程師 就是專業的 他比工部門還要懂 所以才媽這麼兇 所以他進來之後 我們就很承認說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嘛 那所以大家就一起來做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叫做 服務設計的一個概念 就是服務設計欄圖 我們就從受到宣導 然後循環滿意度 安裝環境 使用什麼憑證登錄啊 什麼健保卡啊 然後去盤練他的行動 他在當時的需求 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他的情緒 解決方法 以及我們實際的接觸點 這些都 等於大家各自用便利貼的方式 去把這整個MAP去做完 那當然一般的服務設計的目的 是讓使用者的情緒 在每一個接觸點 直到最後一個接觸點 他要越來越好 就是越來越高興 越來越快樂這樣子 但是報稅這個程度 大概沒有辦法吧 就是說你要報完稅 心情變好 可能超出我們的財政部位能力 但是呢 你報稅心情之後不要變得很差 這個我們應該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是讓 過程裡面每一個部分心情 可能變差的 都用這種方式去盤電 那在盤電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開了五次的工作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包含這個系統 承包的廠商 官貿的朋友 包含財政部的公務員 然後我們的PO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專業的 這個服務設計的這個指導者 那引導者 facilitator 然後跟實際的 罵得最兇的這些市民朋友們 都一起來 透過五次的工作方 一個一個畫面的去把 大家罵得最兇的這些部分 然後去享受 因為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改造 有一些標語之類的 那所以 透過這五次工作方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 但這個真的不是不花錢 它是完全只是流程的改造 事實上因為流程改造 我們還省了一些錢 那但是呢 就是讓整個使用者 進入最一開始設計的那個階段 然後去把大家的這個負能量 變成實際可以發揮作用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說 我們說我們今年報出問題長這樣 但是明年就會變這樣 而且明年變這樣 它是可以在 就今年 對不起 去年是這樣 然後今年會變這樣 謝謝 那就是 那今年在五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iPad上 或者在Mac上 或者在Linux上 都可以有就是一樣的東西 那在去年 基本上Mac跟Linux 它是比這個 這個很醜沒有錯 但是是比這個很醜 而且是幾乎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給我們的一個學習吧 就是說我們不是 我們如果還玻璃型 就是有人罵 然後我們就急著去說這個 我們就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就沒有機會去聽到說 大家在不舒服的底下 到底有什麼個人的經驗 或個人的專業是可以貢獻的 但是我們如果很有系統的 就是說大家罵這個非常非常難聽的字 但是裡面找出三四個有建設性的東西 然後就是要過來一起做的話 那這種coculation就是共同創造 其實我覺得幾乎每一次 都有做出更好的東西來 所以就是讓各個部會 在面對不特定民眾的時候 他腦裡的那個恐懼 就是說他會不會來販住啊 什麼之類的 他腦裡的那個不確定性 就是說這些真的是專業 可以幫助忙的人是嗎 而且是來鬧的 然後或者是他的一些疑慮 就是說好 那我們就算收出了這些東西 那院長會買單嗎 部長會買單嗎 我會有這個政治資源可以運用嗎等等 這些東西我們試著透過一些新的機制 去用這個疑慮降到最低 去把不確定性透過一些標準化的流程 讓他們不再覺得說 一定要靠特定的政委才能做 他們自己也可以做 然後呢最重要的就是說 把這個面對不特定民眾的恐懼 轉成是說只要有人來抗議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邀進來一起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對於這些特定資源的玻璃性 這個只要能夠處理好 我覺得很多東西它是可以一起來創造的 相對於這個中國對於數位經濟的 先開放再監管 不一定是監管 先開放再 對 那與台灣的先求管制在考慮開放 覺得這確實是阻礙台灣創新的主因嗎 如果可以轉變 其實當然這兩個模式都是有一點點過度簡化 中國對於數位經濟並不是真的先開放再監管 它是 它的所謂的開放是有一個邊界的 它那個邊界 而且隨著他們新的那個自動安全的那個法令 然後以及其他的網路實名制 然後這些法令 這個開放的邊界其實是越來越再縮短的 它只是說在這段期間裡面 我不特別未提的一個法 但是它旁邊還是很容易踩到各種各樣的地雷 所以這個 它確實先開放再監管 那我要講說 它先開放那個 那個尺度是其實是在做縮小的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之前確實有很多特許行業 是先求管制然後再考慮開放 但是目前我覺得有兩個趨勢讓台灣的這個模式正在轉變 一個是當然剛剛講的就是從金融沙河 無人載居沙河 一般性沙河的這些法制上面 我們就把這種先開放 但是有一個實驗範圍跟期間 然後好主義的話再繼續開放 這個東西把它變成各黨派的立法委員 都能夠接受的一個新的就是法制原則 這個是在法律層級 那在法規面臨韓式層級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新的解釋原則 就是說如果本來是根本不是法在管制你 而是一些同理或者一些韓式在管制你的話 這個部分尤其如果當你要做的事情 跟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有一點一致的話 那我們優先的幫忙解消這些法制上的問題 然後優先幫忙去廢止不適用的暗制之類 這兩個下來我覺得台灣創新的很多 尤其是法制上的困擾 我覺得是可以有一部分能夠去轉變的 那另外一部分我覺得 就是對於數位經濟來講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 尤其是國際上面做數位創新的一些 不管是大廠還是新興的一些燒廠 都覺得說在台灣它是一個predictable 它是可預期的環境 它不會來台灣之後忽然換人執政了 或者是地方換人執政了 本來說好的就全部都犯掉就不算了 那這個東西我也覺得我剛剛講的那兩個 就是創新實驗條例跟新南海式原則 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兩個的特色就是它會留下一個討論記錄 這個討論記錄就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放寬了平台經濟的管制 我們現在放寬了心理師 它能夠以後能夠遠距進行醫療等等 它不是因為某一個人很英明做的決定 而是因為我們做了相當多次的多方利益關係 坐下來談貼了一大堆便利貼 之後才做出來的決定 那這個東西它就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跨國企業 他們願意看到的 或者基本上他們就是講同一套語言的 那在這上面我想要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所以如果網路這個load出來的話 好沒有關係 我先口頭講好了 所以說我們在之前有處理過Facebook上面 有一些自動化的一些購物詐騙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你在Facebook上面可能看到一個粉絲頁 這個粉絲頁說64G的隨身跌只賣你50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是獲到付款 然後獲到付款之後付了錢 當然債配就走了 然後你發現說你只要寫入一個檔案它就壞掉了 不過乾脆它就是一塊磚頭之類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現說 你幾乎找不到這個一開始寄件的人 也不知道要怎麼抓等等 那這個東西之前不管是 就是165房詐騙專線啊 或者是交通貨啊 或者是其他的單位 都接受到非常非常多的申訴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每一個地方的主管的部會其實不一樣 所以在此之前 每一個部會它差不多都只能解釋問題 而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要解決問題必須要所有相關的都做一些些事情 才能夠讓這個詐騙的成本高過它 要這個能夠賺的這個利益嘛 那這個其實我們之前在垃圾性的時候已經 電子郵件的時候已經處理過一次 那所以我們處理的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把各方利益關係人都找來 然後呢我們去盤點實際的這個狀況 然後這是所謂的ORMD方法 就是說藍色是事實性的部分 黃色是大家一些不好的感受 綠色是一些建議的解決方法 然後橘色是政府可以做的回應 紅色是目前的一些挑戰 那所以有這樣子一個MAD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每個部會以後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自己具體可以做什麼 比方說這個交通部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說他就可以知道 事實上這是別人做的 那但是他就可以把它找到正確的地方 那同樣道理就是罵得最兇的這些朋友 這些自救會的朋友 那他們有很多第一手的經驗 所以他們就可以一起去討論出 我們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禮拜五開過這種叫做協作會議 就是各個不同的各職一詞的利益 可能也很難調合的各方 不是合作是協作就是collaborate 到一個大家歲不滿意 但可接受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在禮拜五的下一個禮拜一 就會去找院長跟其他的任務委員 跟秘書長 然後跟大家說我們至少收斂到這些共識 那我們能不能把它變成行政院的政策 那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裡面可能會找到一些 在場的利益關係的人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說每個都願有投債 偶主都已經認領了嘛 但是有一些部分 比如說Facebook他的會勾勾 跟他的不實廣告監訊機制 這個應該要讓更多電商的朋友知道 這個就不是在場的任何部位 或自救會能夠知道 這個是Facebook要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Facebook應該要加入台灣的商業同業公會 然後用這個 基本的落地的這個概念 去告訴這個商業同業的這個會員 要怎麼樣去處理這種 購物詐騙啊 或者不實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像我去矽谷 跟Facebook的VP 說到停止會面 但是談判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有這整套MAP 就是說這不是我們 給他無理的要求 而說這是一個新出現的情況 因為有對話機器人 有一定的AI 那所以讓詐騙變得更容易 因為他可以有線上客服 他又不需要真的養人做其他客服嘛 所以這種自動化詐騙的情況 Facebook也 之前也沒有碰過 那我們一起來解決 那我們已經identify 出 這個他的社會責任 應該要是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別的也各做各的嘛 那所以這件事情 是不是他考慮一下 這個建議一下他的社會使命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台灣說大概兩個多禮拜 Facebook就真的加入了 台灣的五點美商業同業公會 然後也真的直接 跟自由會的朋友面對面討論 然後也開始去做這樣子的機制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 事實上多多少少的有控制住 那所以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這裡它其實既不是開放 也不是監管 這個是我們叫做peer-to-peer governance 就是對等式治理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政府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搞好再上 不是由上而下 或由下而上 而說我們作為台灣最大的能力 我們有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也有更多的事情 是需要民間的Stakeholder來做 那我們也了解到 我們不是用法律去應取壓它 因為有些新的情況 法律也沒有想到 所以在這些法律的灰色或蒙古地帶 我們把各自能夠做得像拼圖一樣 拼起來 那因為大家都願意抗命同時做 所以狀況就可以一次變好 而不會大家覺得說 好像我是先行者 然後吸收了全部的cost 然後其他人是freerider 盡量不要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想這種就是peer-to-peer governance 是接下來在這種多方治理上面 我會盡可能去繼續推行的部分 徐承宇同學 想要知道說 是在哪裡 在中間 OK 想要知道說這個林老闆 跟賴老闆的行事作風有什麼差異 對我的政策有什麼影響 我想就是說兩位老師 都是相當願意直接面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算命 或者是 就是 提出各種各樣子 如果 講來講他們都沒有玻璃型的問題 就是他們都很願意直接去面對 實際發生的狀況 然後找出至少大家可以接受的部分 那我覺得賴院長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之前在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做開放政府的一個目的 是因為他有一陣子不是很想監視 因為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他對於這個鄧義明主 當時有一些想法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對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就是把台南市的每一個禮 他就輪流自己去走一遍 那他巡迴的過程裡面 他就是讓市府團隊裡面的局處長 立刻就是 他就是每一個禮的意見 就直接管靠了 他也不用經過什麼議員 所以對於他來講 就是用這些 不管是數位工具也好 或者用管靠制度也好 直接到第一線去面對民眾 然後解決民眾的問題 是他在台南的時候 已經很習慣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他來行政院之後 做的一樣的事情 只是規模變成全台灣 他從屏東出發 然後到高雄 各個不同的縣市 然後按照當地的實際的需求 去做管靠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有好處 因為在此之前 就是我說我每個禮拜三 不要在院裡辦公 我要當office hour 我每雙周的禮拜二 我要在全台灣四個不同的 這個行政院的聯合服務中心 實際聽當地朋友的聲音 而且我要十一個步回 都這個同時遠端被群關靠 這個當時是還滿標心立意的 而且很多媒體會說 那你不在行政院上班 還有人特別去做了民調 然後說什麼四成的朋友支持 兩成的朋友反對之類 對那但是現在這種行動內閣 因為院長帶頭做嘛 所以就再也沒有人challenge我 這種就是行動式行政院的 這個情況 所以對我本來要做的就是 實際去第一線 面對利益關係人 讓利益關係人彼此之間討論 討論解除共識 共識再變成這個部位 接下來可以做政策依據 的這一套來講 因為這個 賴院長一身作者 所以我看起來就不像 內閣裡面唯一一個在做這樣的人 而是大家現在都來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 是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當然也覺得說 開放政府這個業務 因為就是賴院長上來之後 他實際去簽了一個 就是開放政府聯絡人的 這樣一個regulation 它是一個要點 所以在以前是好像是 因為我想做這個 所以我們實驗性質地來做 那但是賴院長因為簽了這個要點 所以接下來就會變成 不管我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或甚至不管以後 是不是輸入政委 每個部會有這種 跨部會的聯絡人 直接面對第一線利益關係人 有人來吵就直接邀進來 的這一整套東西 它已經變成行政院的一個常規 那我覺得他想要把這個事情 標準化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在推行這個 也很有好處 因為接下來 各個部會就可以說 我們按這個要點 我們對三級機關 四級機關 再建立類似的東西 而不會變成好像什麼都需要 是政委的意志 或者院長的意志 所以我覺得他願意把這個 正規的話 也是非常的有幫助 大概是大概這樣子 有一位朋友說大部分的民眾 仍然是接受正規的教育制度 那自學制度也不是適合所有人 那是不是一種看台灣教育的角度 或者是選項之一 台灣其實實驗教育三法 已經通過一陣子了 那在此之前教育基本法 其實也允許民間自行 不管是在家自學 團體辦學 或者是一些理念學校 實驗學校這個都已經行之有年 那其實台灣是很少數 在亞洲應該是唯一的 把就是尺度放到怎麼快 那任何學生他在一年級 到十二年級的任何一個過程裡 他都可以去自由地遊移在 他自己的學 等於他自己變的一個課綱 跟我們慣性教育就是國民教育 所提供的資源的重見 那我們現在實驗三法已經修到說 他所享有的所有的權限 就是跟他同年齡的 國民教育裡面的小孩有的 所以他不管是一週去學校兩天 或者三天 或是他去一些理念學校 或他用什麼的方式 只要在他的縣市的那個 自學的審議會通過 其實他就是完全就是合法的 不會像我小時候那樣子 還有這個什麼義務教育 不去還要罰錢 還有校長這個騙教育局說 我有去但我其實沒有去去創業 之類的狀況大概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教育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大家很願意接受實驗教育的存在 那不管是一些特定的 像華德福學校或一些別的學校 或者是更就是實驗性質的教材教法 我們現在在做12年國教性課綱的時候 為什麼把以前的叫做能力導向的教育 就是好像說你的英文多好 或數學多好 就是可能六七種能力 然後大家在這能力上面好像跑道一樣 能夠比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彼此比較的這個東西 技能導向變成現在所謂的素養導向 那素養導向就是說 一個人他多 能夠自己去找方法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跟我們自發 那多麼能夠運用一些互動的工具 然後去跟人家做對打怪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多有共好的精神 就是說不是我去剝削或者掠奪別人 就是說找到對各方都有一點好處的這個做法 那所謂自發互動工號 它不是口號而已 而是說我們現在在做課綱的時候 我們已經放棄掉說他小一進來 我們去預測高三的時候 世界只需要這七種或八種技能的這個想法 我們覺得說過了十二年之後 世界會怎麼樣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的是說 他有這種自發活動工號能力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終身的一種學習者 那在這裡面很多的教材教法 其實是這幾年來 實驗教育裡面是成功的這些部分 然後我們把它納入冠性教育 就是過敏教育的新科綱裡面 那當然實驗也不總是成功的 很多實驗是失敗的 但是這也是幫大家符合學分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個跟剛剛講的金融沙河 或其他的創新實驗條例 是同一個思維 就是說我們先讓實驗教育界 在人數有限名額有限的情況下 先試各種不同的教育理念就在教法 那在裡面發現真的比慣性教育 比國民教育好的部分 我們現在納入變成新科綱的一部分 那在這裡面的概念就是說 老師或者是學校的科班會 會從引擎管制者 或者就是一定是上課的這個角度 會變成是跟大家一起學習 或甚至就是 只是解決學生的問題 幫忙學生清除在學習上面的一些 心理上的障礙等等 所以我覺得說裡面好的部分 我們大概都已經放到新科綱去了 那裡面實驗不是很成功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把這段教訓 放到新科綱去了 所以我覺得重點倒不是說 再加上資訊還是不是選項 它還是一個選項 但是在裡面用到的一些 比較素養倒下的一些教材教法 接下來就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有一位朋友問說 改善公務流程是不是有具體時機 是不是能夠具體說明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些 不管是創新實驗條例 或者是我們實際下降 或者是所謂的案子關卡 或者是我們這一大堆貼的便利貼 其實都是蠻多的 我不知道這邊大家對什麼案子比較有興趣 像報稅原體案 或者是我們澎湖這個南方四島 這個海洋國家公園到底要禁餘呢 還是不要禁餘呢 或者是恆春那邊有一堆人 希望因為他們大醫院離他們的地方太遠了 所以希望空情總隊派兵一指針去 去當救護車用啊 等等的這些狀況 其實我們都是用同一個方式 在用協作的方式來處理 那在這裡面 就是說 我很高興這位朋友講的是改善 而不是簡化公務流程 因為像這種題目 他其實真的要講他沒有簡化公務流程 我們只是把本來這些 可能各自有各自不同想法的 各部會議員這個地方等等的這些部分 他們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說明 會公聽會各種各樣子的處理的方法 但就像剛剛講到Facebook詐騙一樣 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 對不起在Facebook上面的自動詐騙機器人一樣 他們沒有辦法就是一次就去把所有不同的關係方搖到 所以常常就會變成是說 開完一個會 然後各自兩三遍出去 然後從媒體上看起來好像是兩三個不同的世界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當然是透過一些轉譯 就是把各種不同的專業的部會的這個術語 變成各方都可以聽得懂 然後主持就是一次把大家看起來會吵起來 但是事實上有些基本的東西 大家是可以同意的 然後記錄包含直播跟主資稿跟政策履歷的這些部分 都做成大家可以看得懂的樣子 然後把大家至少有共識的部分 直接變成冤的政策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與其說是簡化 不如說是不要做白宮 就是說不會我們開了一次會 好像沒開一樣 然後下次大家又回到原點 而是說我們開了一次會 收斂到一個程度 大家都同意說某些部份還沒有收斂 那那個就下次再處理 但是至少有共識的這些地方 這些金的綠色的卡片 我們就一張一張打出去 就是一個一個變成政策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它是對行政流程的一個改造 但是它並不是好像說某些步驟不用做了 而是說我們透過讓這些東西彼此跨部 會能夠牽合能夠銜接 就會變成你只要做一次 你不需要做很多次 不需要做浪費時間的重工啊 拜工啊之類 那這些東西收集起來 那不同的意願不同的立法院 來要求資料來所知的時候 你就直接貼一個連結給它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一直去做這個 各種各樣的作文等等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處理了到現在大概26次 不同的題目 那這個禮拜五要處理的題目 是某些國外的朋友 在用健保的時候 常常有一段時間不付保費 然後回來付三個月 然後又可以用健保的這個題目 也是社會關注的一個題目嘛 那其實他們今天才在做這個題目的預備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看過他們的新制度 我現在來看一下好了 對 所以這個禮拜五我們就是邀到所有相關的部會 然後也包含他們邀的利益關係人 就是也許實際用得到 或者用不到 這些制度的朋友們 然後對我們就可以看到 包含圓洋遇傳 外交官 留學生 台生 台商 僑胞 怎麼認定 停保制度 公平性的問題之類之類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每一個這個不同的部會 都有他自己的決策模式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整個的整合 讓外面能夠很容易的看到 也讓關心這個的立法委員 能夠有一些很具體的 我們不管收到怎麼樣的公式 他們可以參考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蠻具體的例子 那隨著時間過去 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們 丟給我們的題目 就是一個比一個政治性要來的高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 我們至少還沒有做到 大家覺得會反桌 或者是有政務官因此被黑掉啊 等等的情況 目前大概都是還蠻好的 就是能夠收到 像報循人題那麼好的 當然不一定那麼多 但是很多是能夠收到 至少碎不滿意的可接受 那可接受部分 我們就變成政策還是去執行 所以其實有不少時機的例子 那大家感興趣的話 我們PDs網站上面是有一些的 對 那PDs 我們終於有中文網站了 所以叫做 jk.pdis.tw 對 那 最後可能還是會移到 pdis.tw 但是那個目前是英文網站 jk.pdis 此是我們還在架的中文的部分 那中文的部分包含我們一些資訊的專案 然後以及主要是這個工作制嘛 那工作制大家就可以看到 澎湖南方四島的處理的過程 酒駕到底要不要變形呢 的處理的過程 時區到底要不要改善 跟日本跟韓國一樣呢 的這個處理過程 然後 還有包含這個七天架啊 雙胞胎啊 這個 雙胞胎就是 我們想說在抽籤的時候 他們到 讀幼兒園要供錢啊 還是不要供錢啊 等等這種非常名聲性的問題啊 檸檬車就是 就是買了車子 然後發現它履修度不好 那到底能不能夠去做一些調整啊等等 那這些部分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把我們怎麼做 跟我們做的什麼 都在PETIS的網站上面分享給大家 大概這樣 各位朋友提到說 要推廣數位服務的價值 要勇於創新化時代 但是在政策面 以及政府公務體系的運作 長年下來都是處理大於心理 這跟要推廣理念的執行面 一定程度上面是互斥的 請問怎麼樣能夠協助政府們 及公務人員轉換這種思維 以及落實執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在我們的共識營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負雄價值 也就是說 如果它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但是呢 會造成它作業流程上的負擔 或者它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但是呢 會摧毀政府開明間的戶型 或者它勇於創新不怕失敗 但是呢 它的創新會造成 能夠參與的人反而變少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做的 也就是說 它是第四順位的價值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當然會設計一些創新的機制 以轉向益的基礎之類之類 但它是建立在什麼前提上呢 它是建立在說 如果這個創新有credit 它不管是透過政府的注資稿 透過政策履歷 透過協作會議 是有這個創新的公務員 他能夠被認可 就是大家回去看我們的紀錄 就可以知道是誰提出了這個好主意 所以它是有credit的這件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創新的環境 是有人能夠幫他吸收風險的 通常是我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東西爛掉 都是我的錯 那如果有做得好的話 是這位公務員的功勞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有人幫忙吸收風險 然後他又不會讓他的作業 有成變得更困難的情況下 才去做創新 那所以這個跟剛剛講的防幣 其實是不衝突的 防幣它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造成它不必要的風險 但是我們一開始就是設計成 它不需要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風險是在別的地方去把它吸收掉的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它跟防幣其實是不衝突的 那至於到底能不能夠行李呢 其實說真的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說如果釋出來發現 我們收得到共識 然後真的狀況變好那很好啊 但是如果到最後收出來 我們就只能解釋說 對不起我們失去 真的沒有辦法調整 跟日本跟韓國一樣 那大概也沒有行李吧 但是至少有做到共鳴教育的作用嘛 所以我跟你說 到底行得到多少利益 那應該案子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防幣上 至少我們幫忙把風險都會吸收掉 所以這個情況下 它是可以創新的 那但是它都是建立在 就是作業流程不要更繁瑣 然後民進跟政府的互信 要能夠因此來增加 而不是減少上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轉換這種思維 它不能夠硬去轉換 就是教育工作文化工作 科學工作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每次做一點點 然後讓它看到說 這樣做原來是沒有風險的 或這樣做原來是可行的 那這樣它就會願意也做一點點 那它只要做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我們就大肆慶祝 我們就發新聞稿之類 那就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稍微做一點點創新 其實是既沒有風險 而且又好處 那從優勢講什麼之類的 那在這個環境裡面 大家就會願意去做那種成功機率 只有百分之五的事情 因為就算失敗率本九十 它反正也沒有什麼附帶 那如果沒有辦法把那個局面 弄成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我們其實不會硬套這套系統 就是剛剛所說的 不會硬去在不適合的情況下 去推銷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確實也有一些誤會 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大部分東西寧可很機密的 寧可不要讓大家參與 那也許他真的是要處理一些敏感的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並不會勉強的去做這件事情 有位朋友問說想 不小心Archive掉了 Anyway 就是想要這個 在數位環境當中 對於隱私的見解 我覺得隱私其實跟資安一樣 它是最基本的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脫離 在以前我們講資料治理的時候 我們常常很容易去把這個東西 畫成一個文事圖 就是說有一些隱私的個人資料 那有一些我們學界 可能要做分析的開放資料 然後莫名其妙這三個 完全就互相疊在一起 這個在幾年之前 還是暫化的 但是呢 自從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 某個健保案的判例之後 我們在新政府裡面 我們現在就是暫化了 就是說個人資料跟開放資料 基本上是不重疊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客製化服務 或者是大家有些個人資料 存在就是行政院這裡的時候 我們最多能夠做到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在某一個 他不想說你要開一家公司 那你不希望到四個不同的網站填 一模一樣的資訊 你可能希望你填了一次之後 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在你充分執行而且同意的情況下 你的資料能夠跨各種不同部門的這個傳輸 可是這個因應學研究 就是實際在按下載 實際在按同步的人 必須要是你自己 那我們只是說 我們幫你存這些資料 在你的授權以及同意之下 讓大家能夠不用重複點一樣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客製化的服務 但是這個部分完全跟 所謂的開放資料是完全無關的 因為只有你自己可以做這件事情 別人不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從開放資料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開放的是什麼 是統計嘛 統計就是你沒有辦法 識別到特定人 然後這個統計 它必須要是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東西在裡面 你沒有辦法還原到 或重新連接到特定人的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 就是公開通明跟公司協定 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要不要讓大家對空物都很感興趣 然後我們自己的一些分析模型 包含我們水環境的 或者是我們地理環境的 或者是我們的空氣品質 防災這些資料 現在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國王中心 那我們這樣大家都可以貢獻資料 像剛剛講的那個Airbox 就是PMV.5的民間觀測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 大家在同樣的事實基礎上 才比較有可能討論出 救世問世的一些公共政策來 那不然以前的狀況都是 可能大家拿一些 精細度不是很夠的同性資料 然後就各說各的 那到最後其實也沒有辦法 收斂到具體可行的東西來 所以這部分是在公開通明 跟公司協定的部分 但是裡面完全沒有個人資料 並不會有這個突然一座山脈 或者是一款發起突然出來說 這是我的隱私 這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對於統計 然後對於開放資料 以及對於個人資料 對於隱私 這兩塊是切得非常非常開 以目前行政院的這個態度 那為什麼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如果不把 最基本的隱私跟資安 這兩個部分做到 能夠讓大家互信的程度 那大家當然寧可面對面講話 甚至寧可用紙本 也不願意相信網際網路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很多數會轉換的東西 就是擺作 那所以我想最基本的隱私跟資安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大概是這樣會的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台灣的政府採購有很多的弊端 是否有思考 應該應用數位科技 來杜絕人的弊端 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想這裡面有很多 就是說我們目前有 所謂這個抓大放效的這個概念 什麼叫抓大放效呢 就是說我們會相信說 大家願意來一起監督 行政院做什麼的人 其實我們只要盡可能的把數據 或者是把一些最基本的 這個執行的資料 攤在大家的面前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是媒體 或者是任何想要監督的朋友 只要按來監督 這也是我們在專業平台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大型的計畫 它的執行的方法跟進度 那裡面部會列管的 自行列管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在討論 可能可以把它放上來 那所以這裡面101個 各種各樣的計畫 你就可以自己按照機關別 或者按照各種各樣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納稅錢 這個畫到那裡去了 那對於各部會的朋友們 他們之前其實常常覺得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 就是等於讓他們 更多人來關靠啦 但後來他們就發現 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這是公開回答 那如果是審計部 或者立法委員 或者是媒體來信的話 他們是私下回答 私下回答意思就是 他們又會被問一樣的問題 那但是當他公開回答之後 Google一找 這會就會浮到上面 所以他們反而 長期看起來是比較省力氣 像我們金門大橋 這邊有累計執行進度 跟累計預算執行率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預算執行率怎麼可能是往下的 理論上這個圖 不應該有往下的狀況 而且它是九年的計畫 所以馬上就有位訪客留言說 圖是不是有錯 雖然它的拼字不是很規範 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實際想要問的意思 那實際的承辦就可以直接跑過來說 因為廠商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這個書面通知 限期改善未有成效 我們已經六月中止七月重新發報 所以它退了一些錢 然後執行進度又回來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重新發報 那當然可以有負更多的書面資料 但他們也發現說 他只要這樣公開回過一次之後 不管是審計部也好 其他人也好 他自己就會找到這個 他們不會就是一直問他一樣的問題 所以長期下來 它是節省蠻多的這個溝通成本 那我們也相信說 就是房幣它是建立在 全民都可以看到一樣的 這個事實基礎上面 所以我們審計部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也學會了 就是說 當他們發現有一個 公部門的一個創新的做法 或者一個採購案 或者是什麼東西 他們不知道要什麼規則審計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是用一種叫做 參與式審計的方式 就是說我國的書店系統要開始重動了 這個 那請問這個 全民覺得 審計部應該要特別頂哪些部分 那或者是這個 這位朋友問的 重大公共工程品質不良 進度落後 大家要看什麼部分 那像我們管社會企業嘛 所以最近這個台北市政府 用社會企業模式 推動身性障礙就業服務 那這個他們就是在救援平台上面 他們去問全民說 要問行政院哪些問題 你要監督哪些部分 然後大家最關心防閉的部分 到底會有什麼等等 然後他們提供的非常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也收到想要多的回應 然後他們就把這些 全民想要問的問題 通通都拿來問我 那因為我是負責設計政策嘛 所以就變成是說 大家覺得 審計部可能覺得說 這個模式之前沒有看過 所以可能有一些弊端 但他們也不想要拿教科書上面的東西 就是硬套 所以他們就問全民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 然後呢 這個他們就真的來問 所以我們還要回答這樣 所以像今天我就是 公開的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它就不會變成 好像單想的變成是 一邊一直監督 一直施加壓力 一定覺得你有弊端 而是說 我這邊有可能可以好好的解釋說 為什麼要用社會企業的方式 而取代補助的方式等等 那這個東西做出來 因為它是在公開的網路上 所以以後有任何人問 跟這個相似的問題 他用Google就可以找得到 而且他也可以有一個固定的網址 從審計部的角度來講 那它說不定 因為這樣就可以有一個 新的審計原則會出現 它就不用受本來的 審計原則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 就在每一個階段 都有大家參與的空間 那隨著大家參與 我覺得 大家可以討論到一個 舊事論事的地步 而不是一直用舊的方式 然後來想新的東西的弊端 這些東西也可能有弊端 但是大家一起想怎麼防止 防止弊端 其實弊端就比較不會發生 政府相對來講是不效率的組織 為何您會選擇加入行政團隊 又打算如何來進行政府改造 就是兩個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預設 我在加入那個之前 當然有陣子是當顧問 但是我還是在全職 在跟西湖的公司工作的時候 我們做的工作叫做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就是拿類似危機牌科 類似Facebook 這樣子的科技 但是是在Fortune 500的這些大企業裡面 試著去整合這些大企業 或大的NPO裡面 尤其是各個不同跨國事業體 他們可能完全歌唱歌的調 所以鼓倉效應嘛 這樣東西 然後試著引入這種數位工具 然後來讓他們的組織之間 比較能夠去做知識管理 然後實施比較留得住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來協作 編危機待客之類的這些東西 所以從我的之前的經驗來看 行政院作為可能台灣最大NPO 或者台灣最大三十幾個NPO 就是各部會 他們中間無效率的程度 比起類似大小的其他的大組織 或者他的NPO並沒有太差 說真的 就是我看過很多更早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本來就不是把自己設定在說 我是靠這個人事重整 或者下命令 或者怎麼樣的方式去換掉人 因為當然很多做管理的朋友 當然就覺得說 那你可以犯人的時候就犯人 然後你犯人的時候有一套方法 這樣就換掉 但是第一個公務體系就很難這樣 然後二方面是 我本來在西谷做的方式就是 完全用相同的一批人 人數完全不去改變 但是只是讓他們跨部門的做法 不再是經過課程這樣 蹭蹭上去 蹭蹭下去 而是能夠每次新的東西來的時候 組織一個比較ad hoc 就是特赦的這樣子一種工作權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的工作權 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培理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能夠當公務員的人 他的文字能力 或者是一些邏輯思辨能力 比起我以前在業界的時候 碰到的 其實平均來講是好難多的 然後二方面是說 這個不效力的組織 因為他是要一些最基本的民生 這些東西他要互到 所以我並沒有說 一切都是以賺錢為導向 政府並不是以賺錢為導向 政府我們要看的 其實是我們多快的 面對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解決大家的問題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部分 剛好是我身上的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大家等於讓我全職做這個 而不是去忙很多別的大公司 對我來講當然是比較能夠專心啊 那接下來就是說政府改造 我覺得它不是在 我們做哪些新的事情 或我們聘哪些新的人 而是我們現有的人 做現在的這些事情 但做的方法 變成不是說完全top down的 完全很英明的長官決定 然後低層的執行的 這種很奇怪的這種概念 所以我覺得我想 我第一個文化上的改變 就是要所有的同仁都教我唐豐 都不要教我正偉 那目前我們所有開放政府 連偶人都已經被我洗跑了 所以就覺得大家都是叫唐豐 或叫王菊 就覺得沒有人叫正偉這樣 然後慢慢的大家就發現說 其實用這種引導 就是 facilitation的這樣子的角色 比起傳統的這種命令的關係 更能夠激發大家在 碰到新的事情的時候 不要反射性的 就用舊的方法去解決 我想大概做到這裡就可以了 而不是說去做各種大道闊斧的事情 當然有人想要做大道闊斧的事情 我是很贊成 但是從我角度來看 我所謂公譜的公譜 就是大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盡量去減低承辦人的負擔 然後盡量減低事務官的風險 大概是我目前的這個做法 談公務體協 官僚文化與法規限制 面對數位發展的速度 有哪些可以期待的突破 我覺得有些不用期待 它是已經發生了 那其實我們這個會期 在立法院其實我們已經把行政院提的非常多案子 不管是這個產窗 外國人才 金融沙盒 所有這些東西 而包含接下來採購法的修法 就是你要採用最有利標的時候不用再寫理由了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在對觀量文化的法規限制去做有系統的克服 那未來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就是說 公務員可以更願意去在有人吸收風險的前提下去做創新 那大家如果有更創新的想法的話 也比較不會碰到公務人員第一 一開始就是反射性的說 這個我之前沒看過我要把你打入調 那如果真的有碰到這樣子的話 那歡迎不管是在我們的Officer來聊一聊 或者是在我們的法規就是沙盒的機制裡面去進行調解 那我覺得這個它不是單點單點突破 它是一整個就是我們去擺脫那種威信威權的那樣子的治理模型 而是越來越是對等式的成名性為主的治理模型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政策們為了進行法律規定的書面通知送大 因而耗費大量集中作業程序以及游資 在車友室智慧手機以及使用電子郵件不及 相當高的台灣的如何推動電子通知送大 以落實上映通知 然後政府通知 然後下一位 我想這個是還蠻大的一個問題 現在其實書面是一個嘛 然後以前還要用硬件 是另外一個 這個都是就是非常非常類比時代的法規 那雖然我們有電子簽章法 那但是像直到這兩年對不對 自然品證才變成感應式的 以前還需要找一個讀卡機 所以這個跟剛剛講行動制服一樣 就是說當我們把數位化的東西透過層層的法規限制 讓它比紙還難用的時候 大家就會去用紙本 因為紙本反而比較好用 那當我們把這個部分鬆綁到 它真的是感應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它用起來很順 它比紙本好用的時候 其實不用我們特別去推 大家就會去用電子的部分 用數位的部分去做 但我覺得之前我們所謂的電子化政府 當然做得很好 但是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大家想像都是把紙本的東西 弄到網站上 弄到手機上 或甚至那種APP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本來臨位要跑四個地方 現在變成要跑四個網路 那你跑四個地方也可以認識四個新朋友 那你到四個網站上面填一樣的資料 就基本上除了心情不好之外 還是心情不好 所以就是說 這是之前電子化政府的一個盲點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不再說電子化政府這五個字 那個方案整個被改名了 現在叫做服務型智慧政府 那整個目的就是說 我們不會再把所謂的電子化政府 當作是產品設計 以前都是產品設計的思維 那現在我們是反過來 是服務設計的思維 服務設計的思維意思就是說 像剛剛報酬軟體 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重點是大家的心情有沒有 至少不要越來越差 而不是每個部分的功能 到底做得多強 功能還是必要的 但是重點是大家的服務 以及第一手的體驗 那服務設計跟使用者體驗設計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服務設計 可能你最後檢討完之後 你自己內部的部門 可能中間就要做串接 就要做一部分的整病 就要做一部分的其他東西 它才能夠達到這個服務 但是如果只是做使用者體驗的話 往往還是會變成 每個部門做其中的一頁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在透過 各種共同性的應用程式介面 就我們叫Opun API 或其他的部分 讓雖然後端是不同 沒有國會不同的系統 但是前面大家看起來 是一致的這個體驗 所以等到這個體驗 它簡單到或者是容易到 大家覺得真的比質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不用特別去 就是教育訓練 因為台灣真的 能夠用換屏網路的人 大概都就是非常非常多了 那剩下的7% 我們用特別預算 已經把它補上了 所以理論上可以做到說 就是大家願意用網路 來進行同樣的服務的時候 它只要體驗比質很好 大家就會很快的切換過去 這是我們目前的做法 當然如果我們實際要去講 那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裡面的 數位政府那一部分 其實簡報組織稿都在網路上 大家如果找DigiPlus的話 應該就可以找得到 數位化的推動 如何與技術專業部門結合 例如像營建樹、水利局以及農委會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做數位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在跟各個部門結合了 這個也是剛剛電子化政府 跟我們現在做數位政府的一個最大的差別 那我就不背書了啦 但是我想Gunner的這個模型 仍然是我們現在在分析的時候很常用的一個模型 我們之前電子化政府剛剛講的 就是說有多少%的服務 本來是紙本的 但是你現在可以在線上做的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KPI 那它常常能夠做到就是說 你每一個紙本的部分 你都可以線上填一個word表單做到 但是你後面那個部分真的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需要用的人還是會去用 但是會覺得紙本比較習慣 或甚至該硬件帳比較習慣的朋友 基本上就是無感的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以前所謂電子化政府的時代 那我們再上一波 就是大家會聽到很多開放資料啊 大數據分析啊 這個概念就是所謂的 作為一個平台的政府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那這個部分確實也是 當時行政用化了非常多的資源下去做 那它做到的事情就是說 所有的自通訊系統 它只要沒有花太多錢叫故宮去建制 那它的剷除基本上都必須要是開放授權的 然後是明天可以使用的 事實上故宮現在也把它的東西開放了 那所以這部分其實也是台灣真的之前做的還蠻好的 但是這兩個它都比較沒有注意到什麼呢 就是constitual value 就是說我們實際用這些服務的厲害關係人 它到底有沒有在這裡面去獲得它的價值 還是只是說我們在KPI關卡的時候 每個部分都打勾說這個有網站的 這個有網站的 這個有網站的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事實上是截然不同的思維 那你這邊做的再好也不會自動變成這邊做的好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又是回到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因為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了解他們第一線的使用者的需求 但是他們不一定能夠靠那個部會就滿足第一線使用者的需求 以及業務單位他們透過剛剛講這種三方mix的方式 慢慢慢慢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 那有這個夥伴關係之後 他們有新的政策或者是有新的資料或者有些東西釋出的時候 他才可以知道說我的constitual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些constitual能夠用什麼方式 用他們非政府的這些channel去把它散播出去 或甚至像剛剛臨時政府的一些例子要把它變成大家都能夠看得懂 而且也都能夠認同的東西 那像我自己在入閣之前主持的一個計畫叫蒙點 蒙是蒙芽的蒙 那它在規劃的時候其實一開始很簡單 就是教育部的字典在手機上面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我們就想盡辦法讓它能夠在手機上面使用 那但是這個它就是結合了好比像說就是筆算網的資料啊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cross reference啊 又或者是說底下有英文、法文或者是德文啊 又或者是在結合了明南語或者是客家語啊等等的這些字典 還包含發音啊等等 所以這些就是說每一個都是單獨的網站或單獨的服務 但是因為有所謂non-government channel 就是實際要做語言學習的人 他就會覺得說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 他的value就會有綜合性的提高 那因為這樣當然也會有各種不同各門各派的人來貢獻嘛 所以我們就有台洛平啊、童用平啊、百花字啊 各個學派的人都可以來這邊去進行貢獻 那所以因為這個過程裡面我們是拋棄掉全部的著作權 所以就會出現各種各樣spin-off的project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在接下來我們在各部會最需要 也其實最需要經營長期的夥伴關係才能夠看到的 好比上說在教育部本來負責明南語詞典的這一位承辦 他後來就離開了GOV加入了G0V 然後去把他的台語字典變成一個叫做愛戴意的這樣子一個網站 那愛戴意是什麼呢 他就是任何新的詞教育部還沒有收的 好比像說寶可夢啊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任何人就可以在這邊貢獻這個就是各種各樣相由的翻成Pokemon啊 或者是這個 之類的 對 所以 然後還有這個語音合成啊之類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覺得說這個 這個 這樣說好啊 這樣怪怪啊 之類的 就可以把這個比較好的這個 提到上面這樣子 那所以 所以 我想這個要很久之後 教育部的詞連才會真的收錄啊 如果大家這個對貢獻有興趣的話 那就可以看到說最近大家在熱門的最新的這些詞 什麼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還是說 到底要怎麼樣用台語講 就可以 就可以 迎接成一個更大的社群 那這個社群的力量 其實 遠超過教育部的一個殼或一個絲 他能夠做到的 但是 他們能做什麼呢 能做的就是把這些最基礎的資料 不管是發音 詞條這些東西 他都拋棄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然後把它捐出來 讓民間能夠透過混搭 來做出這樣子的社群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名人堂的這些貢獻都是相當可觀的 所以這些加在一起 真的是能夠像一隻百科一樣 去做到一個 所以他們現在是 有系統的把成語字典 這個 再做成台語 所以 這樣三軍可以奪帥 皮膚可以不可實質 就可以翻成非常localized的這個 這個 的台語 這個相當相當有意思 我覺得相當的相當的有貢獻 所以我想就是說 在這邊 技術專業的部分 他的貢獻就是 他能夠讓 常規的系統 產生出來的東西 能夠很快的 跟人分享 他不用再去浪費 承擔人的時間 數位化的推動 他就是要找到 各種 government channel 就是像那些 玩寶可夢的人 然後就把這個結合起來 變成社群 等社群出現了 而且每一次聚會 都上百人的時候 那他們就可以 很容易的去收割 就是去利用這個成果 然後去把進一步 教育部 繼續再做的 母語教學 或其他別的 像現在有做阿美語 或者圓明會 其他的 都可以在這樣子的社群上 去進行進一步的放大 那這個東西 就會比一小撮人 在各個部會裡面 做要來的 有成就感非常多 所以這個是 就是社群經營 我想還是 non-government channel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開標案 絕對開不出這種東西 這個是一定的 大家可以把 最裡面技術的部分 把它做好 OK 還有五分鐘 所以其他就要快問快答 就可能沒有辦法 你都念出來了 我想醫療大數據的管理 跟運用 其實是一個非常 熱門的一個題目 那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立場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它是統計資料的話 才能夠用來做趨勢分析 它如果是個人資料 它有可能被識別的話 就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我的資料放在健保署 是為了那個目的 而不是為了別的目的 那這兩個中間 其實有一個 可以調和的一個部分 就是現在國際上 有一個運動 叫做open algorithm 那它的想法就是說 不是開放資料 而是說它把它怎麼 做統計的這個方法 把它公開出來 讓大家學術界去看到說 這樣子的統計方法 它真的沒有侵害個人隱私 它不會有這個 就是privacy loss 然後呢 由這個個人資料的主管 兩位自己去運算 這套公用的演算法 然後把運算出來的 統計的部分公開出來 那這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它真的 才可以做跨國 或者跨機構的比較 不然的話就是每一個 都是看到資料之後 自己發明一套方法 其實它是沒有可重現性的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讓我們這個privacy loss 就是好比像說 一個工廠它的 污染開放量 是全民可以一起檢驗的 而不是說 好像我一定要相信 這些某幾個民門大小的這個 研究者一定不會造成privacy loss 所以我覺得長期下來 是需要這個 但是在此之前 我們可能需要 台灣還是需要一些 各自的專責機關 或者對各自至少 能夠做出一次性 決定的一個機制 那在這一部分 確立之後 我們才看得到未來的應用成果 所以我們有很多 技術的法制作業 在做代表戰 那這邊其實關於中小學教育 就是對coding 我就是把它當作一種除媒 然後一種基本的法制素養 等等的這樣子 一種東西在看 那這樣子在看的過程裡面 大家常常會問我說 要學什麼語言 或學什麼應用 那我的標準答案就是說 你朋友在學什麼就學什麼 這是一個工作的方式 有人在底下已經開始聊起來了 然後 OK 那有一位朋友說 民眾甚至連報紙人體流程 都非常在意 但是效率確實令人擔憂 那我不想只是兩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可以很有效的去面對問題 去盤點問題 但是能不能夠非常有效的去解決問題 要看你站在哪一邊 就是說一些比較獨裁式的解決方法 如果你剛好站在獨裁者那一邊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非常的有效率 但是如果剛好站在被解決的那一邊的話 會覺得這個效率是非常負面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剛好講到多方利益關係 遂不滿意但可接受的部分才推動 那它其實也是很快 我們可能一兩個月就可以推動一些東西 但它推動的程度 一定沒有辦法讓任何一方 像獨裁那麼滿意 但是至少它不會讓任何一方覺得說 你犧牲掉了我的很多東西 只是為了迎合這個某一兩個特定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採行的 這個治理系統的一個極限 我們可以去試著讓這個過程 觸及更多人更透明等等 但是我想我們在純粹效率上面 不太可能比得上所謂民主集中制 或轉制的這個系統 那當然沒有關係嘛 人類文明有很多系統 就是在我們的治理系統裡面做一些實驗 這我就不念出來了 對我覺得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原則就是說我比較不會覺得說 我昨天這樣做或前天這樣做 我今天就一定要這樣子做 我其實沒有那個baggage 就是因為我每天就會把當天的信都回完 當天的tutu都做完等等 我是所謂的ebox zero 所以我在睡覺的前 就是已經就是這個俗世意料的這個狀態 所以就是說其實常常是帶著一些問題 跟問題相處 然後睡覺 然後醒來想到一些創新的方法 所以可能我是睡覺之後才在工作 所以一天至少要工作八小時 我還會加班 那所以就想說在睡眠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會帶著一些問題 但是不會覺得說一定要音訊 昨天的狀況 因為昨天反正都已經解決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每天睡前 是一個反正事情都已經清掉了 現在就是這個日行用心的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幫助 很多年來都是這樣 這個關於複製人的技術 所以我想到大家在這邊討論細節 但是我在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每一個人 他都是充分發展他自己的個性 我不覺得有第二個跟完全一樣 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我覺得很有幫助就是說 每一個人往自己的方向發展的同時 又能夠比較合作更好的 讓其他人也能夠用自己發展的這個成果 那我其實沒有特別覺得說 一堆人往同一個方向發展 有什麼太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我想 這個利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分析 那大概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資源是匱發的 如果這個遊戲它是零和的 那這樣子的話 反正開放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坦白講就是這樣 那但是很多情況下 如果你跟一些人有長期的關係 可能大家都已經學過《囚犯兩難》了 那我還是打個廣告好了 就是我之前有翻譯過一個遊戲 叫做《信任的演化》 那《信任的演化》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遊戲 是因為它就是用一個 非常容易讓人理解的方式 就是一個這裡 就是一個投幣機 然後這個投幣機 你投一塊錢 對方可以拿到三塊錢 他投一塊錢的話 你也可以拿到三塊錢 對 然後 那你可以選擇欺騙 就是你不丟錢 你可以選擇合作 對不對 那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玩一次的話 這個 大家都會選幾片 但是這邊就會有 各種各樣不同的策略 然後有相當多 很有趣的這個 插槽 那到中間 他就會去把各種 博弈理論裡面的 各種 Dominate Strategy 都介紹過一遍 然後到他們之間 怎麼樣彼此 進合 然後到這些東西 所以在後面 我就快速跳到結語 結語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越把通訊做成 是多對多的 而不是一對一的 或一對多的 我們越把這個 payoff matrix 就是越把 大家能夠獲得的東西 變成大家 雖然滿意帶可接受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些獲益 而不是一定有人要犧牲的 然後在這個中間 誤解越少的情況下 那分享開放就越有用 那這三個前提 如果有一些破壞的話 那這個simulator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分享開放 不是Dominate Strategy 所以就有空的話 尤其是如果有小孩的話 真的可以多玩一下 新任的演化 那其他部分我覺得 就都是一句話回答 好了 一個東西我覺得 學界跟業界的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已經講了相當相當多 那我們之前 常常是因為輔導學界 跟輔導業界 就算在政府裡面 也是為充分整合的一些誤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自己內部的 這個溝通平台的建立 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也是 目前的AI strategy的一個重點 那這個簡報裡面也有 所以我就不被簡報了 那這一部分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我們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 那個民間諮詢委員會裡面 有一個民間諮詢委 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句話 他就是說 簡單來講就是 政府要自己先把自己的數位 轉型搞定 才有資格來說 再倒資 那我覺得這個還滿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說 砲磚引喻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做出一些實際的做法 那讓中華街可以看到說 我們做的過場 包含裡面我們做的工具 都是免費的 或者是開放的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使用 這些想法或這些技術 但是我們這些資源經驗人才 他還是要在實際的那個業界去深化 去培養 不可能政府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好比較多 對社會企業或社會小型 都是同一個態度 就是說即使政府現在是用補助案 或者是用這種練兵的方法先做一些 只要民間開始覺得說 我可以做得更好 馬上就推到幫他解決問題的這個角度去 那就是我們目前的這個治理模型 這邊即時交換更新 它其實是需要你的concent 就是需要你打個勾 告訴它說可以自動交換更新 在這個前提裡面 護益症系統其實是可以自動交換的 那如果不行的話 一方面可能你要問一下 你自己的就是現實的相應的去處 那二方面是說 可能那個concent那個form 涉及的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忘記這個提醒要填 那事實上這個內部自動同步 護益症系統是已經有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這個答一九九九 不是 歡迎這個 歡迎去找護真人員 澄清這件事情 我想 我想VR它對我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它可以讓沒有第一手經驗的人 然後比方說我們之前講 機車二段式左轉的那個偵測 我沒有騎過機車 但是我靠第一人稱的類似VR的澄清式體驗 我就知道那個提案人在講什麼 就或者是說在澎湖的時候 去減水的釣魚的等等不同的第一手經驗 我們在沒有第一手經驗底下 其實很容易誤解對方的意思 但即使只是有五分鐘十分鐘的VR的第一手經驗 那個討論的跨勒體都可以增加 包含市政的一些規劃 一些建築的規劃等等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並不是重點採業 它就是行政數位化的其中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的輔助 然後護眼的秘訣 字體問幾號 大家已經可以看到說我字體差不多就是 就是用強勢是還蠻大的 那但是我沒有在吃夜飽速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就是 每天睡覺的時間要相當的充足 如果沒有充足睡眠時間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不只是眼睛 任何其他的地方都很容易就是壞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睡覺還是很重要 好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我們就準時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同學跟陳老師跟我 今天都學了非常非常多 那這裡的話 大概就是同學老師 就跟我們夜別的小禮物 那謝謝唐某 謝謝大家